开学第一天为了躲避收手机 一名男同学将十几部手机缠绕在了身上 连书本里也不放过 这能行吗 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发明了 紧逼弹自己的神器了 只见男同学缓缓脱去外面的裤子 露出里面尖子般的校服 神器在这儿 朋友瞬间被他的机制折服 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新来的雷鸣老师尽收眼底 很快男同学插队到了尖子般的行列 可眼尖的老师立刻发现了端倪 等一下 小心小心 我叫四班语文 怎么不认识你 开学前分班目的考 从龙海考过来的 老师可能没记住 老师听后打消了心底的怀疑 可刚走几步 男同学包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他无语地看向身后的朋友 只能向老师谎称自己忘了交 老师看在他成绩优异的份上 也并未过多追究 男同学本以为已经蒙混过关 突然雷鸣老师拿走了他的书包 将包内的校服扔向了他 还在大庭广众之下 扒开了他藏在衣服下面的手机 男同学瞬间感到无地自容 而雷鸣老师是学校专为高三差生请来的名师 目的是让他们逆袭考上一本 打消家长们对两校合并的误解 自从明英实验和龙海实验中学合并之后 风波就接连不断 明英实验每年的一本上限率达到了98% 而龙海中学二本上限率才20% 两校合并本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好事 可一周前原明英实验的高校长 对两校高三年级的学生进行了一场摸地考试 随后根据成绩重新分班 并且私下劝说排名最靠后的学生 放弃普通高考 寻求别的出路 而劝说的对象大多数都来自龙海中学 这瞬间引起了众多家长的抗议 认为高校长是在差别对待 怕拉低他们的上限率 随着舆论的铺天盖地 合并后的明龙实验中学 只能寻求新的方针 高校长却觉得自己的做法没有错 让那些成绩在350分以下的学生 不走普通高考 而走高职单招 其实就是因材施教 可高校说的那批350分以下的学生 基本都是我们龙海的哦 楼副校长想到了一个好的方案 那就是招聘一位名师 搞一个教学实验班 如果一年内能让350分以下的高三学生 逆袭考上一本 不仅能化解家长们的不满 还能打响他们学校的名声 而楼副校长挑选的名师正是雷鸣 广告 手游 新媒体 智能家电共享办公 离开智想之后 他还做过什么呀 创业的确有风险 但这也恰恰说明 他就是个当老师的料 楼副校长解释雷鸣当初在智想高中 可是风云人物 最佳战绩就是把某一期成绩最差的学生 统统拎出来 单独成班并突击一年 最后这个班成了智想的招牌 恰好两周前 雷鸣就通过了学校的聘用程序 看来楼校是早有准备 非常时期嘛 都是为了孩子 很快高校长面谈了雷鸣 他并不认同楼副校长的方案 所以对雷鸣也并不抱任何希望 这反而激起了雷鸣的战斗欲 他提出想亲自挑选老师学生 还让学校给他配一个助理 为了让同学们踊跃报名加入他的实验班 雷鸣将一颗树苗带到了开学典礼上 准备跟同学们做个游戏 下面有请高三的全体同学 一步到四号跑道上 排成一排 可学生们对他的话充耳不闻 甚至还抱怨太阳这么大做什么游戏 各班的班主任只好亲自动员 让同学们在跑道上排成一排 雷鸣见状表示这是一个自愿参与的游戏 请同学们根据他问的问题 诚实地选择前进或者后退 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你有持续学习功课以外的特长 并达到一定水平的同学请前进一步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你的家长有能力辅导你的功课 请前进一步 第三个问题是 如果你的家长曾经给你报过课外辅导办 或者请个家教的前进一步 第四个问题是 如果你觉得毕业后找工作无压力的前进一步 第五个问题是 如果你觉得你的家庭和睦前进一步 接连几个问题下来 站在最后一排的同学明显感觉不自在 雷鸣让众人认清自己现在的位置 虽然大家上的是同一个学校 但有的学生不用读书也能躺 而有的同学熬夜刷题也考不上高分 他拿出一棵枯树苗 表面上看已经死了 实则用小刀划个口 才发现他是在装死 他以此为誉 表示有的学生虽然考试成绩差 但并不代表就是差生 只是他们擅长的一面还未被人发现 他有信心发掘大家的潜能 让他们考上清北 愿意来十一班的同学 雷鸣还提出费用全勉的优待 可惜他满腔热血的发言 在同学们眼里就是个笑话 他们不相信差生也能有考上清北的资格 最终没有一个同学愿意报名 雷鸣老师并未因此气敏 他让助理整理一份高三潜力生的名单 重点关注年级倒数100名 单科成绩突出 参加过比赛 成绩有一场浮动的同学 很快雷鸣发现了两名潜力 一个是叫李然的单亲孩子 单科物理考过第一 而排名从来没超过倒数200 雷鸣根据地址找到了李然 发现他经常混迹于二手市场 靠修手机赚取外快 雷鸣还发现学校有个进步奖学金 每进步一百名奖励一千块 李然成绩那么差 可回回都有他 雷鸣老师劝说 为了改善家里的情况 李然开始更加卖力的工作 还打印了店里的宣传单 李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甚至觉得自己能靠这门手艺飞黄腾打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某天他一回到家 发现一群人将他家的所有东西扔了出来 原来这一片的房子存在违规建设 李然听后顿时崩溃不已 他租的店铺就在电子世界那边 而等他挡过去一看 店铺已经被拖拉机移为了屏蔽 他立刻给店铺老板打去电话 而李然为了租下这个店铺 已经将之前赚得所有外快投了进去 他瞬间傻了眼 于是跟随人群冲进了事工的地界 想要讨回被骗走的钱 不料被工人们按在了地上 他亲眼看着付出的一切化为乌有 顿时想起了父亲去世的那天 常理将父亲的死归咎成了事他操作不当 给了一笔抚恤金就完事了 可真正的原因又有谁知道呢 李然经历父亲的死后 母亲也在后来抛弃了他 从那一刻起 他就将自己的不幸归咎到了出生 如果不是生在了这样一个家庭里 或许他的人生也会有所不同 这也是他不愿参加高考的原因 认为人的未来从出生那一刻就决定好了 李然被带去了警局问话 而雷鸣老师将他保释了出来 雷鸣走访了另一位同学程宇山 也是入学补贴的政策生 他数学尤其的好 可承宇山忙着打理母亲开的气盘时 直接拒绝了雷鸣的访谈 雷鸣记得第一次见承宇山 是在一个饭店的卫生间里 他穿着校服对着镜子浓妆艳慕 大叔 别看了 我未成年 雷鸣看到他将校服藏了起来 随后来到饭桌前开始相亲 他发现承宇山渴望通过婚姻逃离家乡 如果我做你女朋友 你能带我回上海 他本想以此调个上海金龟许 结果发现对方只是个本地人 雷鸣气愤地将男人赶了出去 而他离开后 雷鸣在他的座位上 发现了一张试卷 最后一道大题都能做对 唯独前面的问题空了下来 他顿时觉得女孩是个潜力 于是来到雷鸣家里 想劝他加入自己的班级 雷鸣却满脑子都是经济独立 你数学那么好 你给自己算算 到底是通过嫁人改变命运的概率大 还是考上清费的概率大 不大 也是快 雷鸣却油盐不尽 此时养父回了家 顺势将手搭在了羽山的肩上 他顿时感到浑身不自在 这一举动被雷鸣禁收眼底 雷鸣趁机提出了一个交易 陈一三 不如我跟你做个交易 你只要加入十一班 一年之后 无论你能不能考上清费 你随便选一个国内的城市 机票投三个月的收复费 我都包了 你不是想逃离这个家庭吗 相信我 这是性价比最高 试错成本最低的操作 女孩因为长得漂亮 经常被同学恶作剧 将吃过的口香糖粘在她的头发上 习惯了被同学孤立的成羽山 并未因此动漏 而是掏出提前准备好的润唇膏 将头上的口香糖取了下来 而她出众的长相 还会时常被一群男生拿来开黄枪 这一幕被学校的心理老师看到 为了教训一下四个小矛头 桑老师让他们帮忙搬几张桌椅上五楼 而到了五楼 她又假装接电话 将地点从五楼换成了二楼 等来到二楼 她又换成了四楼 一番折腾下来 四个男孩被累得满头大汗 做完这些她来到了顶楼 看到成羽山一副落幕的神情 她悄悄坐在了身边 成羽山 因为裙子穿得短而受到侵犯 不是你的错 因为你性格开放 但是遭到排挤 也不是你的错 本应该保护你 爱护你的人 却并没有这么做 更不是你的错 成羽山同学 身为一个女孩 绝对绝对不是你的错 第一次被人安慰的成羽山 开始讲述自己在六岁那年 母亲就改嫁给了一个男人 继父虽然是个瘸腿子 但拥有本地的户口 拆迁分道的房子也是最大的 因此母亲在出嫁那天满脸笑容 可周围邻居的闲言碎语 让羽山听了很是难受 为了发泄心里的不满 她偷偷躲在一旁放起了鞭炮 谁啊 我要他帮了 我要吓到我儿子 羽山同小就不喜欢继父 随着她的长大 母亲生下了一个儿子 她就成了这个家的边缘人 哪有大青岛吃烧鸡的 我不吃 不吃给你解 羽山不仅要承包家里的 所有脏活累活 甚至连买校服的前家人 也不愿意出 继父更是希望 他能早点步入社会 可两校合并后 班主任当着全班人的面 已经对他点名了很多次 我当班主任这么多年 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不交校服费的 程羽山 李然 来你俩站起来 好在每次有李然的陪同 让他不至于太过尴尬 原来的校服又没换 为什么要换新呢 我听你这意思 你就是想退学呗 学校想退了我们 随便找个理由就行了 没必要拿校服说事吧 你跟我来劲是不是 从今天开始 谁要是再穿这旧校服来学校 就别想进我这个班 羽山听后气愤地 脱掉了身上的校服 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教室 他本以为偶尔的反抗 会让自己破碎的生活 变得幸运一点 可那天他无意间 打碎了母亲的结婚照 竟然发现继父在自己房间 偷偷安装了摄像头 一直在偷窥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羽山彻底崩溃了 可他又不敢向母亲说明事实 因为他现在过得很幸福 看着过生日 还要在厨房忙碌的母亲 他送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 母亲感到很欣慰 可继父却变本加厉 不仅当着客人的面 数落他这些年花了家里多少钱 还想让他给几个亲戚敬一杯酒 我是学生不能喝酒 继父又借着酒精 嘲讽他读书不行 却妄想考上清北 两天来了两个老师 说是要把他们学校那些 考不起三本的学生 集中起来 搞一个什么特训班 第一个选的就是羽山 说是按照大叔排名找来的 我也不知道是该笑 还是该哭哟 继父在酒桌上POA完羽山后 回到房间又点开了 装在他房间里的监控影片 复制完后正准备欣赏一番 却意外发现镜头里的画面被人调换 成了他自己 桑老师为了安慰他 讲述自己也曾遭受过欺辱 被暗恋的男生约到天台 见面就想对他实施侵犯 他愤怒地给了对方一巴掌 结果第二天 学校就开始传他在天台和男生那个了 他知道是那个男生想通过造谣 来挽回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 但造谣越传越多越来越离谱 他的名声荡然无存 在学校也成了大家避而远之的对象 他接受不了打击 开始化妆逃学偷钱 将自己彻底变成了同学眼中的样子 直到后来遇到了一个好老师 他的人生才走向光明 李然和奶奶被赶出出租房后 无家可归的他们只能来到一个亲戚家 奶奶歇斯底里的像儿子的一个朋友 诉说着生活的不义 沈妖的父亲同情他们的遭遇 就让两人先住在这里 您先住我这 房子 咱慢慢找 沈妇简单寒暄一番后 就将妻子叫了过来 让她安排两人的住宿问题 而蒋阿姨显然不待见丈夫的穷亲戚 其实也想让你们住客房的 但是你知道 沈浩老家亲戚多 她没事就过来穿回 到时候让你们搬来搬去的 也不方便 没事 没事的 蒋阿姨安排两人住在了地下室 房间里没有床 只有一张露营的帐篷 你们要是住不惯的话 跟我说 我再跟你们换床 不用不用不用 棚子好了 牙子们最喜欢棚子了 有了住的地方后 奶奶叮嘱李然住在别人家要有眼色 吃饭不要上桌 晚快单独生 李然没有回答 而是默默给奶奶换上了新的羔羊 从那以后 奶奶做起了这个家的保姆 即便她将食物做得再精致 也会被一个年轻保姆挑毛病 陆阿姨 你这个胃太重了 奶奶放下手中的泡菜 又跑去给家里的小少爷喂饭 月亮宝宝 都你足够点 跟奶奶 不要跟她讲土话 这么大的孩子会受影响的 哦 李然看到这一幕很不是滋味 蒋阿姨假意叫她上桌吃饭 奶奶立刻让她去了厨房 李然才刚端起手中的碗 一旁的年轻保姆 就对她翻起了白眼 妈 我说好了 你跟李然是一个学校吧 跟金师傅一起送吧 不用不用 太太不用 没关系的 李然没吃几口 看到奶奶给自己使了个眼色 她连忙放下了手中的碗筷 谢谢蒋阿姨 李然第一次坐专车 不知道怎么关门 哎 停拉了 司机只是按了一个按钮 门就被自动关闭 这让一向骄傲的少年 不免有些自卑 这天她起床想上厕所 可看到蒋阿姨在客厅做瑜伽 她只能悄悄跑去了 二楼的客房 然而每个空房间都被上了锁 她误打误撞进了 沈耀的房间 恰好看到她将一个东西 扔进垃圾桶 被冒犯到的沈耀 立刻下达了逐客令 而李然走后 她的手掌就渗出了血 两人在一起去上学时 李然回想起奶奶提起过沈耀 我好一个孩子呀 我爱说话 我爱笑 她开始主动搭话 将手中的糖递了过去 沈耀只是淡淡说了句谢谢 随后就戴上了耳机 李然从专车下来时 不小心被同班同学 承宇山看到 这让她感到颇为震惊 李然放学后来到一家奶茶店 帮同学修手机转外快 承宇山也来到了这里 承宇山点了一杯奶茶 孤零零地坐在窗边 两个男同学瞬间响入飞飞 还对她开启了黄枪 李然立刻让两人闭嘴 手机费还额外多收了点 三百八 这么贵 三百八 你这 这太贵了 那我再把你装回去 两人只好乖乖扫钱 承宇山透过窗户 看到了她替自己解围的场景 于是主动走了过去 天摸多少钱 男孩为了考试第一 故意将一只假手摆在桌上 看着老师转过身去 他掏出了藏在下面的手机 将正确答案抄写在了试卷上 江青朗即将完成作答时 监考老师突然走了过来 他快速收起了假手 看到老师只是走过去跟人聊天 他顿时放松了警惕 继续埋头苦干起来 可等他再次回头 监考老师已经不见了踪影 前方给他传达案的女同学 不停地向他施眼色 他回头一看被吓了一条 雷鸣老师收走了他的所有作弊工具 发现男孩还是个惯犯 说实话啊 不得不respeit你江青朗 开学那次笑摩底考 作弊被抓了 这不仅没有洗心隔面 反而还技术升级上了 雷鸣观察江青朗有段时间了 发现他曾是尖子般的高材生 却不知为何突然荒废学业 开始潜心钻研音乐 也因此被尖子班下放到了普通班 一个学生考试作弊 就好像一个说唱歌手 上台全靠假唱 歌词全靠抄袭 这real吗 一点也不 简直耻辱 江青朗却反驳自己喜欢做的事 从来都不会掺假 雷鸣提醒他走捷径 是会产生惯性的 一个习惯了作弊的人 永远不会有信任 他希望江青朗能够进自己的十一班 这样今天发生的事就能闭口不提 没想到江青朗听后嗤之以鼻 起身就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放学后他被叫去了一个饭局 刚一进屋里面的气氛就异常诡异 而时间一到 秦朗的母亲就发号失恋 众人开始疯狂点击屏幕 终于抢到了明氏辅导班的名额 各位家长都喜笑颜开 这个黄老师啊 一年只开一个星期的班 只中三十名学生 在咱们房间就有七名 这个次啊多亏了多云 不然我们的资讯啊都落伍了 也是巧了 上星期啊 他老婆上我那复查 我好不容易问出来的 家长们又开始炫耀 自家孩子的成绩 还讨论上哪所名校有前途 当点名道江青老师 母亲连忙堵住了他的嘴 我想考艺术 医科和我一样 清北医科 清北医科 要考六百医科 七十万学生 那你们家秦朗没问题 秦朗妈在饭桌上夸下海口 可他心里也没底 饭后就给班主任打电话 询问儿子学习情况 却得知曾经成绩优异的儿子 如今连基础知识都不过关 他挂断电话后 就方看起了儿子的书包 发现里面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忍不住唠叨了起来 丈夫看不下去让他少说一点 两人直接下车吵了起来 江青朗心疼两人吹着凉风 让他们先上车 母亲却通知他在没考归全校全一百钱 不发放零花钱 江青朗彻底傻眼了 他校外一起搞说唱的兄弟 还等着他凑对租排练室呢 为了继续追梦 他自愿加入了雷鸣的实验班 同行的还有一位女生小小 他加入是因为之前雷鸣在开学典礼上 信誓旦旦的发言被他发布到了网上 瞬间让他长了十几万粉丝 大家都想看后续 为了抓住这波流量密码 他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十一班 什么时候开始直播啊 有点麻烦 还不一定呢 小小啊 你是不是又忘记跟你爸爸说了 以后啊 别再接这种新鲜 在楼上就抽的嘞 好我知道了 我来收拾 我来收拾 这天花 你过去点 别问我 真的这样了 也不知道你爸爸说 怎么用这奖的呢 是神显归的 还是快离贝归的 每一次都舍不得这冷冻 是哪十几块钱 到头来啊 我一条鱼都吃不到 来一次主意 要准八天 姑姑 你别上我霸气了 以后让他寄冷冻 不是冷冻就不让他寄了 时间也不早了 姑姑姑姑姑你们赶紧休息去吧 这个地方交给我就好了 姑姑我来吧 姑姑我来了我来 我来就行了 你最后得看电视吧 我来替所有回答 这个是新开的那家蛋饼店 你们不是说一直想吃吗 我排了一个小时的对钱买到的 看一眼 你的 你在看那个墓碑的安妮姿势 这都巨顺 哇 超帅 那旁边那个女伴你注意到了没 太吓头了吧 哇 她的脸都快 都快劲上去了 她的脸都快劲上去了 你一定要学跳舞 学霸报复起来有多可怕 全校第一的沈耀正在认真听讲 突然前方一个闹肚子的同学 弄脏了她的鞋 沈耀强忍不是擦干净了鞋 可同学们嫌弃的表情 让她感到无地自容 为了报复弄脏自己心血的宇阳 她偷偷拍了一张对方更衣的照片 并匿名发到了学校的表白墙上 很快照片被同学们疯狂转发 大家都认为穿红内裤的同学是个变态 开始各种恶搞她 宇阳是雷鸣实验班的第五个学生 她的母亲在学校的食堂工作 听闻雷鸣实验班学费全民 于是提着果兰来给儿子报名 冯阿姨夸赞自己儿子的学习成绩特别好 中考考了五个A 是拿奖学金才进的明英高中 我是那个这么优秀的仔 我是不是应该要好好地培养一下他 是不是 冯阿姨将儿子拽进了教室 解释他之前身体不好 请了很多病假才跟不上课程 所以高二重读了一年 这学期努力冲击高考一定能考上一本 来来来 别害怕 跟同学老师大声招呼 来来来 别怕 宇阳始终一言不发 看到面前陌生的同学 她额头紧张到冒汗 原来宇阳从小就口吃 经常遭到同学的嘲笑 因此变得极度自卑 可母亲不以为远 觉得口吃只是小问题 只要儿子努力学习 将来照样能有出息 可雷鸣听他半天没有读出自己的名字 于是以不符合自己的招生标准为由 拒绝招他进班 凭什么呀 行那你说 宇阳为什么不符合你的招生标准 雷鸣分析了他之前的成绩单 发现高二上了两年 成绩勉强能过二本线 笔记虽然做得花哨 但仔细一看好几处错误 这完全是表演型努力 既不聪明又没天赋 还口吃还设恐 美其名曰是善良其实就是无能 美其名曰是孝顺 其实就是妈宝 美其名曰各科目成绩均衡 其实就是没有一个喜欢的 也没有一个擅长的 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 宇阳我问你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吗 我 我 雷鸣老师是想故意刺激他 让宇阳同学找到自己的目标 可他激烈的方式 引起了台下陈宇山的不满 陈宇山觉得他说话有些过分 因为上次莫迪考他比宇阳还低了200分 按照雷鸣的招生标准 他也应该被退班 同时李然也发现了不满 我还有三个处分呢 也不符合招生标准 看到有人替自己说话 宇阳终于鼓起勇气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 我有想 想做的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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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参加十一班 我自己想的 不是我妈想的 宇阳解释自己想加入十一班 只是不想继续待在原来的班级 不想每天再被他们想 我想参加十一班 我自己想的 雷鸣听后决定给他一次机会 下午三点有一场模拟考 考过了最后一个名额就给他 宇阳紧紧抓住这次机会 吃饭排队都不忘背诵单词 可母亲突然在人群中呼喊他的名字 这让他感到无地自容 保安大叔上前将他拉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母亲还给他打了大份的红烧肉 这在别人眼里的优待 对宇阳而言却是耻辱 尤其是同学们目光聚集在他身上的每一刻 都像一根绒膜膜的针 宇阳被扎得像个泄气的皮球 无助地蹲在地上 此时一个女孩好心给他递了一张纸 宇阳感受到女孩的善意 郑鼓起勇气站起身来 突然一个同学从后面脱掉了他的裤子 看到他今天也穿了一条红内裤 同学们笑得更加放肆 因为最近的表白墙上 突然出现了一张宇阳穿红内裤的照片 这让他成了众人捉弄的对象 而正义感爆棚的李然 在看到这张恶搞照片时 决定替宇阳讨公道 李然为了揪出发布宇阳照片的人 追踪了发帖人的IP地址 结果显示是在沈耀家 放学后他故意坐上了主桌 让沈耀将匿名发布的照片删了 沈耀却假装不懂 听不懂没关系 发帖人的IP定位我已经截图了 明天就连你家的地址 一起发到明龙实验的表白墙 让大家看看 年纪第一的除了学习好以外 偷拍匿名发帖的本事也不来 沈耀强装镇定 解释自己跟宇阳并无交集 完全没有必要发布帖子恶告他 李然听后忍不住吃笑 问他是不是敢做不敢当 沈耀表示自己身正不怕影子鞋 如果李然真的那么富有正义感 大可去教务处举报 你以为我不敢 最近葛奶奶做的汤 有点咸呢 看到奶奶走了过来 李然顿时不敢再多言 沈耀看到这一幕很是窃喜 他回到卧室后 回想那天在讲座上 宇阳举手想上厕所 可看到同学们目光聚集在他身上 他又不好意思地放下了手 可没过多久 坐在他身后的沈耀就闻到了一股屎味 宇阳羞愧地跑了出去 沈耀的鞋子却遭了殃 沈耀看到周围同学嫌弃的表情 强忍着味道低下肾 用纸巾擦干净了鞋 这让沈耀感到无地自容 为了惩罚害自己丢脸的宇阳 他偷拍了一张宇阳更衣的照片 并匿名发布到了学校的表白墙上 由于沈耀还透露了更衣地址 于是许多人都跑去更衣室 恶搞起了宇阳 他被堵在厕所不敢出去 看到这一幕的沈耀却心满意识 回想到这里的沈耀 没有感到丝毫愧疚 甚至还在深夜 偷偷用水浇坏了李然的电脑 试图销毁证据 同时遭到同学排挤的宇阳 在下午的摸底考中考了第一名 成功留在了11班 其实宇阳早就进了雷鸣老师的预选名单了 毕竟他有500多分的底子 而雷鸣对他使用激将法 也只是想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放学时雷鸣老师通知5人 明天开始集训10天 施主都在学校 让他们通知一下家长 紧接着他就带着三老师来到超市 品尝完各种免费小吃后 开始采购集训物资 可逛了一圈购物车还是空的 原来雷鸣老师为了省钱 每次都会来到超市 给需要的生活用品拍个照 随后将照片发给一个 做酒店用品批发的朋友 让对方帮自己直接从货源拿货 这样能省一半的钱 离开超市时 雷鸣老师还不忘顺走一些样品 这波操作把桑老师都给看懵了 男孩考上名校给自己买了一辆摩托车 父亲却以为他是在不务正业 让他赶紧退回去 向来唯命是从的雷鸣 这次却将父亲的话荡而旁风 父亲被惹目让他写份保证书 保证以后骑车出了任何意外 修理费医药费统统自己负责 你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车就留下 雷鸣老师你再看一眼 你没看清楚你就多看几眼 清北 清北 别人考上了都是敲锣打鼓 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呢 我考上了你一句好话没有 升学院也不来 好 那我现在我自己给自己攒的钱 我给自己买个礼物 我高兴一下 庆祝一下 不行吗 雷鸣渴望得到父亲的关心 从小父亲就给他制定了一套 严格的作息时间 他的每一个早晨都是从倒计时开始 但凡迟到一秒 父亲的自行车都不会等他 即便他超捷径追了上去 父亲也会使他如空气 雷鸣老师说 对时间吝啬 时间就会对你慷慨 不辜负时间 时间就不会辜负你 雷鸣一直坚信父亲的教育方式是正确的 直到这天他过生日 天黑了都没有等到父亲来接自己 他只能徒步走回家 一推开门就看到父亲再给几个学生补课 他小心翼翼地脱下鞋 鸡肠碌碌的他 看到饭桌上只剩下两个冷包子时 一股委屈涌上心头 父亲始终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雷鸣默默端着冷包子进了屋 边啃边流下了眼泪 雷老师说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跟时间比赛 学会管理时间 下雨时间 不娇气不软弱 时刻准备着和困难徒舍相搏 才配拥有最精彩的人生 这就是我的一天 我感到非常充实 非常快乐 因为这一天 是我的生日 长大后的雷鸣 同样遵守着父亲的那套时间管理法 唯一不同的是 跟父亲的关系日渐疏远 有时候雷鸣还会调侃父亲 他现在都病成这样了 为何没一个学生来探望呢 父亲头脑清醒时也会怼着 认为他不适合当老师 当老师你还算了吧 别再害人 我不想跟你吵架啊 我也不稀罕成为你认可的老师 得不到父亲理解的雷鸣 发誓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他在学校为五名差生办了一个实验班 准备带领他们逆袭考上清北 集训的第一天 他带领他们将一棵树种在了操场 可这引起其他同学的围观与嘲讽 五位同学也羞愧地低下了头 李然这个暴脾气第一个反抗了起来 雷鸣老师却告诉他们 一年后将印着他们名字的清北录取通知书 用红绳挂在这棵树上 到时候所有今天瞧不起他们的同学 在一年后就会以他们为荣 他立志昂扬地发言 瞬间点燃了五位同学的战斗欲 雷鸣随即宣布从今天起集训十天 只针对语术外三门 集训后立刻考试 他保证会让每人至少提高五十分 最后还强调以后不准叫他老师 叫他雷兄雷子都行 很快开始上第一节课 雷鸣却并未现身 而是让五人上自习 他则在办公室里观察五人的情况 接着就发现他们学习超不过十分钟 注意力就会被分散 甚至一言不合就会吵起来 这让一直在后盘睡觉的成语山大发雷霆 雷鸣见时机成熟 抱着一个盒子进了教室 让几人的手机通通上交 想拿十一般攒粉蹭流量是吧 随后雷鸣老师发表了自己的感想 他认为阻拦五人考上清北 最大的阻碍不是分数而是手机 雷鸣实验班的第一堂课 就是教学生们如何戒掉手机 他收掉了所有同学的手机 故意将音量调到最大 让他们只能听不能看 雷鸣将手机成影的原因分为了四点 第一点是触发 他讲述人是感官动物 图标越鲜艳 铃声越好记 就越能吸引你的注意力 也会让你忍不住想点开它 同学们听到手机铃声响个不停 完全没有学习的心思 宇阳更是在听到母亲发来的信息时 变得急躁不安 终于他忍不住第一个站了起来 我得回一下我妈消息 要不然他会以为我死了 雷鸣同意他回族 但需要投屏 让大家一起看 不想投屏 你就忍着 你也不希望大家一起看你妈妈的微信吧 宇阳听后坐了下去 雷鸣又讲述了手机成影的第二点渴求 吸引你们的不是手机 而是未知 一条消息 你不点开它 就连续推送很多次 总让你觉得 发生了什么精识头条 或者重要信息 但凡你产生了不得不点开 否则就发生了什么 错过了什么这种想法 你就中他的第二个圈套 边小小一想到网友的催更 忍不住站了起来 为了回复粉刺他愿意投屏 华中取宠 学校是他家开的 靠谱 哇 我们学校的 火箭流鸣 龙海里人 干啥啥不行 装饰咱第一名 五个扎身口清北 走过路过别错过 合二的小哥哥有点帅 小小瞬间被射死在讲台上 雷鸣提出了成影的第三点回应 每次一打开手机就放不下 点开一个软件还想点下一个 这是因为人的大脑想得到奖励 这也是手机成影的最后一个点 就算几分钟刷不到自己想看到的信息 也会千方百计地满足自己 雷鸣解释不出发就是别看 不可求就是停止想象 不回应就是别碰 最后绝对不要让自己得到奖励 他以边小小为例 如果实在忍不住 就想想刚刚的射死瞬间 雷鸣的第一堂课刚结束 冯阿姨就跑进了教室 雷鸣提前15分钟下课 让同学们错开高峰期吃饭 午休时间 他又带着五人偷偷溜进了 学校的监控室 雷鸣调出了尖子班跟普通班的监控画面 让五人观察上课前五分钟两个班的差别 雷鸣分析画面总结 尖子班的学生会在上课前 让自己迅速进入学习状态 还会提前准备好课程 让老师一进来就能上课 而普通班的情况却截然相反 下课时间争分夺秒的完 等到上课精力早就用光了 开始注意力不集中 雷鸣想让五人明白争分夺秒学习的重要性 他是全校最奇葩的班主任 别的同学早起跑操 他却带领自己的学生练瑜伽 甚至连早餐都有搭配规定 然而一份花生鸡蛋半猪脑 就让同学们难以下咽 雷鸣的奇葩教学还远不止如此 昨天他带领五位同学 溜进了学校监控室 让他们仔细观察 尖子班跟普通班的学生 在上下课的差别 五人很快发现尖子班的学生 将学习当成了一种乐趣 而普通班的则当成了一种负担 五人去食堂打饭时 看到学霸都会边吃边看书 他们将时间管理运用到了极致 五人的内心开始发生改变 此时桑老师走了过来 将脱离队伍的边小小拽到了身后 叮你们一天了 中午吃饭就做得七零八落的 怎么 生怕别人知道你们是一个班的 桑老师为了促进大家相互了解 让五人在不透露的情况下 为对方打一份饭 众人看到面前不是自己喜欢的饭菜 都感到有些失落 江青郎表示自己不能吃辣 成宇山不吃甜的 边小小对山药过敏 只有李然跟宇阳觉得吃什么都无所谓 桑老师看到大家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 感到很欣慰 他认为身为一个集体 如果不能放下心底的戒备心 对彼此都不感兴趣 那这个集体只会溃不成军 桑老师走后 五人开始互换餐盘 在交换的过程中 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对方的口味 李然第一个吃完 他在放餐盘时看到了沈耀 沈耀却觉得他这种一直找茬的行为 很没有礼貌 李然转身时发现了人群中的奶奶 看到奶奶千里迢迢过来 就为了给沈耀送几本书和包的汤 李然忍无可忍地走上前 沈耀听后开始得寸进尺 当场吩咐李然奶奶 每天中午跑一趟给自己送的汤 你刚刚不是说电脑坏了吗 我那儿刚好有台多的 平时我也不用 你拿去吧 不用不用 他自己就休息 好啊 哎呀 他很会出 我要 李然觉得自己不能白拿他的电脑 于是让他以后叫司机将汤放在校门口 自己会给他送过去 不够麻烦你送到我们班门口去 程玉山打断了两人的争执 沈耀走后 奶奶从包里掏出包好的核桃人 李然却碍于面子不肯收下 程玉山走上前接过了奶奶手中的东西 程玉山将东西归还给了李然 可李然看到同学们一样的目光 内心感到很是耻辱 晚上桑老师将众人召集到了一起 以后这个舞台将成为他们集训期间睡觉的地方 五人顿时露出嫌弃的表情 好了 不要愁眉苦脸的了 是不是宿舍都满了吗 只能安排在这了 在铺床时 桑老师给程玉山和李然准备了一套校服 就你们俩还是旧校服 找什么特殊呢 想穿行李装 校服费我已经给学工办了 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还 就签着吧 我妈给我了 我给你 哎呀烦死了 什么情商啊 就不能欠我人情吗 下次有空请我喝杯奶茶 彼此增进一下师生感情 是的 又不是做买卖 算那么清楚干嘛 这是我见过最奇葩的语文老师 上课第一天就教学生如何表白 学语文 不是用来考试 是用来 交朋友 谈恋爱 享受生活的 他随即在黑板上写下表白二字 点名让李然站起来做个示范 李然羞涩地站起身 却半天憋不出一个字 此时江青朗自到奋勇 想要程玉山配合一下 紧接着他就开始发动攻击 江青朗幼稚地表白 让程玉山感到一阵不适 更是引得其他人哄堂大笑 谭老师称两位男同学 刚当的示范都是错误行为 这样不仅交不到女朋友 还会将女孩子吓跑 紧接着他示范了用诗歌表白的效果 同学们听得很是认真 边小小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跑上去跟偶像老师对起了电视剧里的经典台词 这让旁听的雷鸣感到很是欣慰 你可真行啊 前女友都能白嫖 第一不是前女友 第二 人家是学校 您没正拼的 安全清白 合理合法 原来雷鸣跟谭老师是多年好友 他既懂文学又懂高考 让雷鸣觉得聘请他来授课 是十分正确的选择 谭老师跟同学们聊完爱情后 又聊起了生活 他假设有个同学在QQ空间里写下一句 落霞雨孤舞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大家会怎样评论呢 我猜以你们目前的语文水平 应该是 我去 好多的鸟啊 牛 手动点赞 厉害的亲 他又假设如果大家都是穷光蛋 看到某位同学一直在朋友圈旋子 这时会留下怎样的评论呢 他提出可以用里尔克的秋日 里面有段经典的语络 谁此刻没有房屋 就永远不必见诚 谁此刻不 就永远不 小妈 像这样的 我这里还有很多有需要的同学 下课找我来考 与同学们互动完后 谭老师这才让大家打开面前的课本 开始感受一下中文的美 一个高三学生竟然解除了大一的高数题 这让教了三十年数学的胡老师感到颇为震惊 而成羽山对数学的天赋 让退休的胡老师甘愿重返校园 决定带领十一班冲刺清白 胡老师是数学特级教师 人们都称他为中华体股 只要是高考真体 就没有他没看过的 起初江青朗以为他在吹你 现在都有阿喵搜题了 不用记得 这教师有无计了 没有就没有我夸 不信你识一想 胡老师让李然随即在里面选择一道题 江青朗则打开搜题软件 结果他还没有加载出来 胡老师已经说出了这道题的答案 以及它是出自于哪一年的高考真体 这让其他同学很是佩服 这三道题都是典型的冲分题 很简单 教育者收到了没有 胡老师告诉众人 学术学从来都没有捷径 只有多做好题 才能揣摩到出题人的真正动机 紧接着他安排了一场三十分钟的考试 怎么一来就考试啊老师 都是高出中的题 考试结束后 胡老师也是当场批阅试卷 前面四个同学的试卷都让他很失落 唯独在看到成语山时 他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试卷不仅全对 连其中一道大一才学的题目都做对 没想到十一班里竟然卧府藏龙 于是当场同意雷鸣的邀约 担任十一班的数学老师 放学后李然来到校门口 将沈耀需要的汤送去了教室 你看谁来了 沈耀故意为难他 称教室里不让吃东西 自己在外面喝完后 需要他再将碗送回校门口 这让李然处在教室门口干大吉了 好不容易结束了 李然去校门口时 又被十一班的四人撞见 上次在食堂里面也看到了 当然是去给沈耀送汤的咯 四人都替他感到不值 看到这一幕的于扬 思绪回到了两天前 沈耀带人将他堵在了书店 这次看你可怜 照片就点删了 下次要是再不乖 在十一班也这样整 沈耀正准备问他给了李然什么好处 于扬看到书店来了其他人 转身就仓皇逃跑 来到下午的英语课 雷鸣为了提高众人的兴趣 于是带着他们在教室里唱起了卡拉奥 他还拿出了自己学英语的秘密语气 就是将一版首中文歌改编成英文版本 里面包含了所有最常考的英语词子搭配 合一混淆的词汇 这种有趣的教学方式 很快就勾起了学生们的兴趣 尤其是爱唱歌的江青朗 他迫不及待地接过雷鸣手中的话 信心满满地唱了起来 雷鸣健壮直接任命他为英语课代表 让他每天中午教其他同学唱歌 江青朗很是开心 只有李然全程不在状态 晚上李然来办公室替同学们拿手机时 雷鸣将他批评了一顿 希望他能够积极参与进来 李然却一脸不屑地离开 可等他拿到手机接了一通派出所的电话后 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雷鸣的面前 原来上次李然租的店铺被房东骗光前后 雷鸣就赖在派出所 天天堵着陈警官让他查到了房东的地址 于是连夜跑去找到对方 让他将钱都还给李然 在经受一顿皮肉之苦后 房东最终妥协 李然收到前后本想感谢雷鸣 可半天憋不出一个字 李然 一出生那次考试 你是输了 但不是你不错 你可以把高考当成一次读考 我不会让你输 有事快说 没事走了 呃 没 没事 李然虽然没有当面说出感谢的话 但内心对雷鸣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 年级第一故意让保姆孙子送饭到学校 本想炫耀一番家事的神样 没想到却成了同学们吃笑的对象 只因11班的全体同学为了替李然出气 给沈耀上演了一出射死戏码 您的尊享燕窝套餐 由11班外卖小队为您送达 每个人都打扮成一个服务员 在教室为沈耀铺好了用餐的桌 再将送来的汤摆在面前 沈公子 请用餐 江青朗还当场介绍起了今天的菜品 只见他端起一碗燕窝 介绍它的味道不仅清香扑比 口感更是细而不腻 喝下去不仅能养颜美 还能让人身心放松 简直就是一份皇家品质 介绍完后他还趁热替沈公子试了毒 好 味道好极了 他一番操作下来 瞬间让沈耀射死在现场 程宇山也趁机调侃沈耀 他上下学车接车送 吃个补品还让同学送到教室 沈耀 沈耀被颜面扫地后 气愤地走出了教室 而李然看到替自己出气的同学们 内心涌出了一股暖流 宇阳也趁机感谢他 我 我知道是 我让他删的 经历过此事后 五位同学的关系也逐渐融洽 然而好景不长 江青朗正在教同学们唱英文歌时 母亲突然来了学校 妈 看到儿子不学无术的样子 他立刻去找到校长理论 认为雷鸣是在误人子弟 我们距离高考还有一年 而这位雷老师 还在带着学生唱口水歌 这种匪夷所思的教学方式 我一定会如实地在家长群里 向大家反应 为了能让江青朗留在十一班 雷鸣当场跟家长打了一个赌 集训后会有一场语数英综合考试 总分150分 江青朗如果能考过90分 就让他留在十一班 如果没有考过就直接转去尖子班 要知道按他之前的真实水平 可能70分都考不了 面对这种好事母亲自然不会拒绝 可江青朗心里没底啊 晚上他跟母亲视频 没想到母亲笃定他考不过90分 已经安排好了他去尖子班 江青朗向来很排斥母亲 安排自己的人生 觉得母亲应该对自己有信心 可母亲的一句话让他哑口无言 按你真实水平 语数外你也就七十 集训几天能过九十啊 江青朗听到这话很是难过 为了不被母亲看低 他挂断电话后就跑去找到雨洋 想让他在考试时给自己放放水 我这六天要是不吃不喝不睡 我也考不到90分啊 见对方迟迟没有回复 于是江青朗提出给他500的报酬 我替他说吧 不行 李然觉得作弊可耻 更何况雷鸣老师说过 一旦发现作弊的人 十一班就会被解散 别以为自己有钱 整天就只使这个 拆钱那个 都以为全世界跟着你转 李然 你分还没我高呢 学个几天就能及格啊 可能吗 龙海乔布斯呢 乔布斯这样运运这么烂吗 那你留在这干嘛 大学对你来说是个屁吧 你考不上可以出国 我们不一样 没得选 两人一言不合打了起来 其他人纷纷走上前劝家 却不小心在推仓中 让雨洋撞伤了头 江青朗将锅都甩到了李然头上 李然很是不爽再次动起了手 却不料推仓中将舞台的幕布拽了下来 好在无人受伤 江青朗跟李然打架后 几天没来学校上课 为了劝他返回学校 桑老师特意给他做了一番心理辅导 这才将他叫了回来 而江青朗一回到座位 就看到了每位同学留给他的笔记 对不起 考试没法帮你 希望这个对你有用 你的朋友 雨洋 数学错题集 好好看吧 成语山 看到李然也给自己留了错题集 他顿时有些懊悔 最后边小小拿出了雷宁画的重点笔记 让他全部都背下来 疯了吧 这么多 我要有这本事还来什么时一般 死经应背当然背不过了 没有记忆方法 就算是背过了 考试也会忘 雷宁推过来了一个小黑板 上面是他接下来要讲的记忆秘籍 把关联的知识点 通过一棵树连接起来 闭上眼睛 去想象一下 他的树干 树枝 甚至是树叶 怎么样 那些混沌庞杂的知识点 是不是逐渐变清晰了 他解释人在记忆时 左脑负责处理文字 右脑则处理影像 记忆术的原理就是 将单调的语言或文字 被左脑所遗忘时 能通过右脑及时的辅助回学 用图像连接到左脑 让左脑回忆起被遗忘的文字 有了这棵树 再加上爱彬豪斯技法 你们还说背不过来 所以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我知道 就是在脑子里种树呗 很快成羽山就将学到的 数学公式挂在了树上 羽阳挂上了羽文必备的 64篇文年文 掌握到技巧的五人 晚上就开始偷学起来 和谐的一幕 让边小小忍不住掏出手机 给五人拍了一张合照 作为留念 第二天醒来 五人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快速洗漱后 来到食堂吃早餐 他们边吃边学的样子 引起了其他同学的围观 吃完后五人又来到 雷民众的树面前 构思属于自己的技术 专注的样子 引起了很多同学的嘲笑 他好像被傻子 你看到 他在干嘛 就说是这样 不是 他不是用考试教的 五人却丝毫不受影响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偌大的改变 让桑老师看了都很开心 很快来到集训综合考试这天 监考现场不仅有校长 还有家长 五人作答时都异常紧张 尤其是江青朗 时不时地看向上方的钟表 作答结束后 几位老师现场批阅了试卷 各位的成绩 现在都在我手里了 江青朗 八十九岁 能遗憾 这段时间辛苦了 其他同学纷纷为他打抱不平 可是他这段时间 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在刷题刷题刷题 他已经很努力了 高考的时候 有谁管你努力不努力 一分之差 天差地别 母亲对江青朗的表现并未感到意外 正准备将他带离十一班时 桑老师拦住了去路 他希望家长能再给江青朗一次机会 并讲述江青朗这段时间的努力 他们有目共睹 不仅上课注意力集中 下课还会追着老师问问题 家长却并未动摇决定 江青朗离开后 雷宁公布了其他四位同学的成绩 最高的不超过七十五 一班五十分的卷子 九十分即可 各位连一半都没考到啊 江青朗八十九分全班第一 他询问剩余同学什么感觉 一个个的都低着头部说话 雷宁却并未责备 因为四人以前的成绩可比之差多了 以前考差了他们一点感觉没有 这次竟然会感到难过 如果用一个准确的名词 形容你们现在的感受 那么不是后悔 而是不甘心 雷宁让四人好好记住这种感觉 因为一旦有了不甘心 他们即便经历种种挫折 也会想要再来一次 想要做得更好 这就是这几天你们最大的情报 儿子无意间撞见痴呆父亲大小便失禁 本想安慰一番父亲 却不料被对方泼了一身的脏水 雷宁立刻反锁了门 拉住父亲准备跟他一起洗 可骄傲了一辈子的父亲 无法容忍被儿子看到自己这副狼狈的样子 一气之下伤了他一巴掌 雷宁被打得有些不知所措 父亲却蜷缩在角落 口中不停嚷嚷着别告诉儿子 雷宁对父亲一直有怨言 母亲生病直到去世 父亲都没来医院看望一眼 而是整天忙着自己的教学事业 雷宁渴望得到父亲的关心 为了引起父亲的注意 他埋头苦度 想要成为令父亲骄傲的儿子 可父亲依旧只顾着给其他同学讲题 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雷宁心里很不服气 于是更加努力地学习 雷宁故意放大嗓门说给父亲听 心里一阵小得意 第二天进校园时 他还故意在学校喊了雷老师一声爸爸 爸不好 爸爸好 爸爸跟你讲了多少次了 只要进了学校就只能喊雷老师 在学校里没有爹和儿子 只有老师和学生 听到了吗 听到了就说听到了 听到了雷老师 雷宁十分不理解父亲的行为 跟他的关系也开始渐行渐远 父亲离职后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连自己都差点忘记了 可依旧跟得一门声有说有笑的 雷宁看后一阵心酸 突然他想起了母亲对自己说的话 你要记住妈妈的话 带来是一个老师 在老师的心目中 学生永远是第一位的 雷鸣为了理解母亲的这一番话 长大后也成为了一个老师 他创立的十一班今天迎来考核期 江青朗八十九分全班第一 却因差一分及格被他母亲带离了十一班 雷鸣并未因此气馁 而是让剩余四位同学仔细查看试卷 雷鸣宣布十天集训到此结束 接下来会放假三天 他们需在家复习 话音刚落 江青朗就回到了教室 雷鸣却并不感到意外 原来江青朗能够继续留在十一班 是因为母亲在目睹他整个考试过程时 看到了他身上的不甘 离开时母亲从车里拿出一袋零食 让他回到教室跟同学们分享 江青朗高兴坏了 然而放假期间 因为家里情况 五位同学压根没有学习的环境 成羽山家里开了一个麻将馆 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 不停指使着他去外面端茶倒水 江青朗学习时只是回了同学一个消息 母亲推门进来就认为他在一直玩手机 于是对他进行了一顿严厉的批评 父亲认为妻子言语过激 更何况现在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 两人一言不合 又开始当着儿子的面吵了起来 江青朗完全没有了学习的心思 而借助在姑姑家的边晓晓 因为住的房间是表哥的 表哥隔三差五就会打电话过来 提醒他别动自己房间的东西 我说过不要动我的房间 不要收我的东西 为什么 哪样的 你个在今天吃错样的吧 狗挑剔 你小的时候去九九家玩 哪次不是住小小房间的 那你把小小房间搞得乱七八糟的 你怎么不说的 没事的 伎姑没事的 寄人篱下的感觉 让边晓晓完全没了学习的念头 人家李然念的是龙海 学竞赛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分分钟找你 年纪第一 第一到哪儿去了 沈耀父亲请了一位物理名师来家里 顺便让借助的李然一起旁听 李然一开始本打算拒绝 李然没学过竞赛的 跟不上瑶瑶姐 你别难为人家 李然不甘心被人瞧不起 于是便答应下来 坐沈耀对面一起听讲 讲课结束后两人做了同一份物理试卷 沈耀在作答时有条不稳 李然颤抖着脚显然有些慌张 沈爸爸看后认为儿子赢定了 然而公布结果使他傻眼了 沈耀虽然前面的题都做对了 可惜空了最后一道大题 最后一道大题啊 其实已经超纲了 做不出来呢 也很正常 李然却正确解除了最后一题 你是怎么会用这个公式的呢 最后一道大题 常规的公式都解不出来 所以说你是边做卷子 边自我总结公式 然后用前面的填空和选择来检测 天才 沈爸爸听后忍不住内涵儿子 年纪低竟然比不过一个学渣 沈耀羞愧地低下了头 你刚才做题的样子 跟你爸当年真的是一模一样 高兴 这句话瞬间让李然想到了过去 父亲在工地受伤后 就每天拉着他来到集团门口 向老板索要赔偿 然而却被无情地推到地上 不是给一个钱啊 你杀到 杀回到 不是的 你可以去 不是跟他人吗 从那以后父亲整日酗酒 跟母亲的关系也变得水火不容 李然害怕到不敢吭声 父亲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 还将家里所有的物理书都烧了 母亲想阻止他的行为 却被狠狠揪住头发 回想到这里的李然 将手里的物理试卷流成一团扔了出去 晚上他正在埋头苦毒时 突然听到客厅传来的破碎声 意识到出事的他连忙跑了出去 却看到奶奶打碎了雇主家的花瓶 这是沈总从日本带回来的 真何得了 那也好多钱啊 我哪里知道啊 那你算得上我查一下吧 回去回去 奶奶表面上说着没事 晚上睡觉时就翻出了存折 安生叹气起来 李然看到这一幕很是心疼 第二天醒来时已经无心被输 而是上网查了花瓶的价格 一看到需要两万多 他瞬间不淡定了 为了替奶奶分担他只好放下手中的书本 开始借维修手机的订单 同时宇阳这边也状况百出 父母离婚后他跟着母亲生活 母亲最近有了一个相好的 父亲来看望儿子时 开始对前妻阴阳怪气 搞得宇阳看书时总是分神 吃饭时父亲让儿子不想读书了 就跟着自己去开卡车 母亲却希望儿子将来做办公室 两人一言不合又吵了起来 宇阳害怕地躲进了房间 可母亲不依不饶 一直在门外砸着锁 势必要让儿子今天做出选择 宇阳顿时想起了父母离婚那天 两人在屋外吵得不可开交 父亲觉得儿子读不了书还有别的用处 母亲却坚持让他考上大学 两人不合的教育观念 吵到最后直接提出了离婚 突然门锁被砸断 宇阳淡定地从屋内出来 当场宣布如果今年自己没考上 就跟父亲去跑车 母亲顿时气不成声 男孩生日当天被母亲拉去捉奸 毕总 1003 我上去问问你吧 今天你过生日 晚上回来吃饭吗 沈腰被母亲强行叫了上去 看到门口摆放的高跟鞋 她不敢走上前敲门 听着屋内父亲开心的笑声 她的手开始不受控制 用指甲狠狠扎进了自己的皮肤 来来来 束手连弹 沈腰返回车里 告诉母亲那个女人25岁左右 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 你这手怎么办 走吧 你爸可以 越长越小 不过还好 我刚才去屋檐打听了一下 这房子是给她租的 不是懒 沈腰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 让母亲赶紧开车回家 可一直等到深夜 父亲也没有回家的意思 沈腰崩溃到开始用自残的方式伤害自己 同时今天也是李然的生日 奶奶给她煮了一碗长寿面 还掏出存折 告诉孙子 现在上面已经存了六位鼠了 这都是我从拿风里省出来的 你以后不要总想着攒钱 专心念书好好考试 我们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的 说完奶奶拿出一块赠送的小蛋糕 让孙子赶快许愿 祝我奶奶长命百岁 祝我孙子考上秦宝 三天假期结束后 五位同学返回了校园 雷鸣也坦白放假三天就是给他们挖的坑 如果我没猜错 你们家长总是不自觉地用自己的生活习惯 引导着你的生活习惯 要么就是用无休止的杂事 争承和无可奈何 再牵势你的时间 雷鸣让五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不要受到任何人的干扰 尤其是在学习这件事上 离开自己的父母家庭以及习惯 龙生龙 凤生凤 但请给我记好了 后面的内容 你们可以自己填空 然而成羽山刚回到家 就被继父诬陷偷了店里的一万块钱 母亲也让他将那笔钱交出来 可成羽山压根没偷钱 看着面前低头吃饭的弟弟 他顿时想起了小事后 弟弟让他将鞦韆推到最高点 结果不小心摔在了地上 继父走过来就将他数落了一顿 母亲见他狡辩 也反手给了一巴掌 那时的他就尝到了继人篱下的滋味 不要经验看到你偷钱 你才可是 你做什么了 你说的 继父跑到羽山的房间 将所有东西都扔在了外面 边扔还边抱怨 这些东西都是花的他的钱 当初如果不是我 他们母女俩还不知道在哪条街上和鲸鲁鲁呢 人家伯哥把你当亲女儿养 做人要做好歹 邻居们也劝羽山低个头 可他有什么错吗 继父一气之下就要将他赶出去 羽山看到自己的娃娃被扔了出来 正要捡起来 继父看到他动作迅速 认为钱肯定被他藏在了这个娃娃里 于是不顾羽山的劝阻 抢过娃娃用剪刀剪的撕碎 羽山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正要举起手中的碗 边小小及时赶了过来 将他带离了麻将馆 而娃娃里并未藏有现金 小小为了安慰羽山 陪他一起吃了最辣的面条 痛哭一场后的羽山也恢复了领制 高三即将迎来第一次大考 由于十一班成绩不突出 又浪费了学校的教师资源 萧主任提议十一班也参与此次考试 如果教学成绩没有明显提高 他会以个人名义向学校提出撤班申请 桑老师听后顿势慌了 连忙起身反对这个提议 没想到一旁的雷鸣一口成交 这次月考十一班要是考不过四百五 扯班申请我自己提 得知消息的五位同学 也陷入了一片迷茫 桑老师 到底是三百五还是四百五 我没听错吧 我以为到了十一班就不用跟他们卷了呀 雨洋觉得也不是没有希望 六科都及格刚好够四百五十分 显然及格还是个很遥远的目标 选完科后五人开始分组上科 雷鸣则在办公室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发现五人时常心不在焉 晚上李然回到家 奶奶让她帮忙将废纸箱藏在健身房 李然刚一走进 就听到屋内传来一阵惨叫 她循着声音走了过去 恰巧看到沈耀在自残的画面 滚出去 你 你没事吧 滚 来到月考这天 沈耀看到李然路过的身影 快速将手腕遮了起来 随着考试铃声的响起 五人开始了分笔集书 很快来到公布成绩的时刻 沈耀不负众望稳坐第一名的宝座 而十一班的五位同学 只有成羽山江青王与杨过了四百五十分 边晓晓跟李然都没有超过及格线 这次月考 十一班有两位同学没有过四百五十分 按照之前说好的 彻班申请下午可以提交了 雷鸣却并未感到慌张 反而当场玩起了文字游戏 那肖主任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考过了呀 十一班的平均分四百五十二点二分 这种赖你也好意思说 这怎么是耍赖呢 这是团魂 这叫班级荣誉感 一个班就应该一条心 新齐了才能共同进步 雷鸣甚至还当场指责肖主任 动不动就以成班条件为由 来打压他们十一班的发展 那我们都是坐着百米冲刺的准备上的场 那没想到还是夸篮跑了 肖主任到底是谁在耍赖啊 一番话下来让肖主任无言以对 见两位校长也偏向雷鸣说话 肖主任气不打一出来 雷鸣则一阵得意 放学后雷鸣请五位同学吃饭庆祝 可五人明显一副情绪低落的样子 他们以为这是一顿丧伙饭 李然跟边晓晓因为拖了全班后腿 向其他同学表达了内心的歉意 此时桑老师走了进来 十一班要是真解散了 他还哪来的闲心跟闲钱请你们吃饭啊 雷鸣也紧跟其后 十一班因为平均分超过了450分不用拆办 但是具体结果还要等期末考 说完他就从包里拿出了红包 准备给超过平均分的三位同学 发布月考奖励金 每超过450分 一分就是100块 他直接给了宇阳4400块 成宇山1100块 江青朗则500块 而没考过线的边晓晓跟李然 同样也拥有了一个红包 雷鸣将他们下次月考的奖励金给预制了 每人一千 也就是说 你们除了这次没考到450欠我的分数之外 每个人还多欠50分 边晓晓现在欠我39分 李然欠我30分 下次月考一并给我考回来 怎么了 不敢拿 等会儿 这个举动让桑老师看傻了眼 他这才明白雷鸣之前 为何会跑去充当自己闺蜜的未婚夫 原来桑老师的闺蜜为了在同学聚会出面子 就找了身为清北毕业生的雷鸣当未婚夫 两人在饭局上恩恩爱爱的举动 让桑老师看了一阵恶心 来亲爱的 尝尝这个 雷鸣总结了同学们月考失败的原因 那就是选科出了问题 宇阳跟江晴朗听从了家人的建议 其他同学则随便选了三科 雷鸣表示选科正确 比做多少题都管用 而选对科目的关键就是信息搜集和大数据研究 说完他整理了一份可选专业及覆盖率的表格 除了边晓晓跟江晴朗以外 其余人全国一半的专业都录取不上 好在下周报名通道才关闭 还有可以改科目的机会 他擅自为三位同学调整了一下 李然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他不想选物理 必须选物理 新高考虽然取消了文理分科 但是隐形的筛选还在 纯理依然是最能达的 他分析了这次月考 全年级前100名里 有75人都选了纯理 因为清北对于纯理组合的考生 专业覆盖率是97.5% 也就是说 你们考上清北的几率会大大的提高 而宇阳可以选择全文 是因为他复读了一年 比其他人多了一年的文科基础答题 贸然改科有可能得不偿试 桑老师却并不赞同他的做法 觉得考试不是为了升学率 更何况雷鸣在做出调整之前 都没有问过学生们的意见 桑老师你走进社会也有三五年了吧 你还没有发现 什么喜不喜欢 适不适合 愿不愿意 在这个成人世界里毫无意义吗 雷鸣为了让学生们理解自己说的话 带他们来到了校园招聘现场 雷鸣让同学们坐在身后 当一天的面试官 第一个来应聘的是一位研究生 雷鸣当场问他研究生 为何从哲学专业换到了金融 哲学吧 喜欢不能当饭吃 第二个面试的是一个搞设计的本科生 老师就想问一下 新媒体运营是做什么的呀 第三个来面试的是清北的高材生 期间担任过学生会主席 有丰富的社会经验 以及各种荣誉证书 没干过新媒体运营 但学习能力很快 希望底薪能有12000 第四个面试的是一位 新闻专业的专科生 有运营公众号的经验 对薪资期待是3500 结束后雷鸣让五人 站在老板角度选一个人 程宇山选了第一个读研的男生 理由是学历高对工资也没要求 边小小选了第三个清北高材生 认为他既自信 又有丰富的实习经验 雷鸣解释大部分面试官 都会选名校的毕业生 因为大家都知道名校有多难考 当然入职后也可能变得优秀 但别人却要花很多时间和耐心去验证 现在是个竞争社会 没人会有这种耐心 桑老师再次持有不同看法 他刚刚在厕所看到那个高材生了 他保温杯里灌的是功能饮料 卸了妆黑眼圈有鸡蛋那么大 他拼了命想拿到比试有更多的录取信 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 他需要休息和适当的心理疏导 桑老师还在楼梯间碰到了那个研究生 听从母亲的话放弃哲学后选了金融 可惜自己并不擅长 导致找工作时无比焦虑 桑老师觉得今天最应该录取的是第四个专科生 他对运营公众号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可惜因为是个专科生 大家都无视了他后面说的话 桑老师觉得身心健康比考上名校更重要 雷鸣却让他反观自身 他因为从普通本科一路考到了华师大的研究生 所以毕业后才可以来诠释排名前三的名盟任职 他自己就是学历论人生的典型利用 桑老师听后觉得他不可理物 当场辞去了十一班班主任的职位 离开时还不忘怼雷鸣 称他永远也复制不了他父亲的荣耀 让一个普通班级的学生全部都考上了本科 因为利舟奇迹的本质 不是提了多少分或是考上了什么名牌大学 而是在学生们迷路的时候 给了足够的陪伴和希望 所以你永远也成为不了他 晚上桑老师去面见了雷鸣的父亲 原来他也是雷老师当年的学生之一 因为被雷老师发现了爱对人 却有心思细腻的优点 于是就推荐他学了心理学 我们换一个有意思的游戏玩一玩哦 他被称为行走的历史百科全书 最擅长寓教娱乐代替死机硬备 只见他一走进教室 就在桌上摆放了各种奇怪的道具 我来赚这个数字 我赚到几 咱们就说一个以这个数字为开端的历史大事件 为了激起同学们参与游戏的动力 齐老师称可以翻书 但是一分钟违宪 超市或者达不上来 就要喝掉面前的水 随着他头子的转动 两位同学瞬间被激起胜负欲 快速翻阅起了面前的历史书 雨洋第一个暗响了铃铛 别着急 别着急 383年回水之降 316年匈奴攻占 长西西进结束 江青朗 你虽然搭队了 但是你恩灵的时候已经潮食了 喝 他们没事 喝 江青朗愿赌服输 自觉地干了几口面前的水 接下来的比赛中 他变得更加专注 而雨洋也不甘落后 两人沉浸在竞争赛跑的游戏中 玩得不亦乐乎 627年军冠军事开始 618年唐灭随剑 错了 随灭唐剑 虽然雨洋败下了阵 但其老师夸赞他这次声音洪亮 土字清晰 于是现场表扬了他一番 这样的神仙老师还不止一位 雷鸣还给十一班请了一位交地里的向老师 虽然在明英中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排行榜上 向老师常年排名倒数低 但他的教学方式重基础脚实操 善用身体记忆法 配合体验派教学 这些在明英的学生看来太基础没什么干负 但对于十一班的现状来说完美配合 与此同时 桑老师自从离开十一班后 给其他班级上起了心理课 然而他预防性骚扰的课题 并不受学生们欢迎 有同学提议这节课改自习 他们还有很多试卷没有做 学这个有什么用啊 高考又不考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不考就没用 那你交朋友谈恋爱 垃圾分类 火灾逃生 这些高考也不考 你敢说你用不上 我狂困的问题 为了激起同学们的兴趣 他现场说了几个情境让同学们判断 答对了这节课就改自习 桑老师走向一个男生 假设他暗恋一个女生 但是不敢表白 为了保护他 特意天天上下学跟在身后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 特神奇 特浪漫 这还好吧 对不起 性骚扰 这种用亲生经历讲解的方式 很快吸引了同学们的听讲 介绍完后 桑老师又做起了随堂小测试 由于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引起的 是什么呢 答对的同学 我送他一整套泡泡马力芒 可惜桑老师超前的教学课题 引起了学校肖主任的批评 一直觉得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比学习更重要 显然他的理念还未被普及 桑老师失落地返回办公室时 突然十一班的五位同学走了过来 开始苦口婆心地劝他返回十一班 桑老师起初并不感冒 直到听到雷鸣最近消极代工 整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 不再关心十一班的发展 岂有此理 就是啊 太不像话了 简直了 正好我有东西没办 顺便回去说说 然而桑老师刚一推开门 就看到雷鸣在里面过得有滋有味 他顿时察觉到被忽悠了 这个老师不带学生上课 却在操场开启了直播 然而就在他跟粉丝们问好时 一个足球突然砸到了他 你们几个 过来 他立刻让踢球的几位同学来到面前 首先 这不是托 击刺 有没有人想知道 这位不是托同学 刚刚那一踢 产生了多大的角力 他让粉丝们将想看两个字打在宫廷上后 就开始用现场的工具测了起来 只见他将沾有球印的衣服裁剪下来 这个球印就是那个球瞬间的变形成功 他将裁剪出的布料放在电子撑上 紧接着将刚刚那个足球放了上去 用力按压直到布料的变形成功 刚好和球印一样 演示完还不忘调侃下 这只是初中学到的物理知识 老B是雷鸣特意给十一班请来的物理老师 为了请到这位大网红 雷鸣私底下给他做了一笔交易 我看过你之前的用户画像 我发现他们对于教育产品的购买力很多 这是因为你一直主打兴趣 没有抓住高考这个刚曲 加入十一班之后 你会收获什么样的用户呢 全国的高中生 老师 家长 老B听后欣然答应 但他的课要排在白天 还要拍摄授权 我要在十一班做一个线下直播课的合集 我地哦 老B一来到学校 超高的人气就引得不少同学为观 而他直观又有趣的教学方式 让三位同学听得很是投入 坐在不远处的雷鸣 看到桑老师走了过来 连忙嘚瑟地给他吹嘘 自己请来了一位网红神奇博士老B来教我 用这套直播带货 活眼球赚流量的方式给学生上课 你搞得清楚他到底是教学生呢 还是取悦粉丝呢 雷鸣现场假设 如果有一天每个老师 都配备了一套完整的及时反馈评分系 学生可以随时点赞加评论 他觉得如果哪一天 学校里全都是有趣有爱又有真本事的老师 学生们就不会去外面的培训机构花冤枉钱 更会珍惜在学校里度过的每分雷鸣 雷鸣还解释了上次擅自给五位同学改科目的原因 如今大部分学生对于自己的未来都是猛的 如果让他们现在就对自己没经历过的人生做出选择 的确残酷了一些 加上他们没有足够的眼界和能力 所以有老师替他们选择更好了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在最优质中选择最爱 这样不好吗 这番话让桑老师对他开始有所改观 放学后桑老师来到疗养院看望温师 从护工口中得知他正在食堂 而正在吃饭的雷老师突然饭饼 不停给面前三十多岁的女人加财 一旁的老头解释雷老师的妻子一下而去世 心中一直对他有愧 当桑夏赶到食堂时 恰好看到雷老师将饭菜揣进了兜里 口中不停说着回家带给儿子吃 他正要走过去 雷鸣恰好也来到了这里 两人一起给雷老师换了一身新衣 雷鸣这才知道桑夏也是自己父亲的学生 今天是沈耀的生日 可父亲一直到深夜才回家 回家后并未第一时间庆祝儿子生日 而是冷淡地从身旁路过 沈耀感到无比失落 看到两人又吵了起来 沈耀连忙感谢父亲买的礼物 并递上了自己优异的成绩单 想一词讨得父亲欢心 可父亲看到沈耀语文才考了132分 不仅没有当面表扬 还让他学习更加努力才行 随后叮嘱妻子 别一天到晚追剧看股票 多花点心思在儿子身上 此时手机响了起来 沈父却不敢当着家人的面接听 而是举起酒杯庆祝儿子今天生日快乐 沈太太话里有话的暗示丈夫 可丈夫却不为所动 还当场接听了秘书的电话 而电话里秘书准备报警 因为他摆在门口的鞋子被人无故折断 而这一切正是沈耀的杰作 他无法接受父亲背叛这个家庭 来到12点 只剩下沈耀自己给自己过生日 他切断了象征和家团圆的蛋糕 同时也将自己深深埋进了枯井之中 情绪激动的他又开始自残起来 可这次却被李然恰巧看到 第二天全校组织了学农的课外活动 十一班恰好跟尖子班同坐一辆车 李然只是在跟一旁的江青郎讲题 却让前方的沈耀误以为他在谈问自己 李然注意到他凶狠的目光 也不敢再大声说话 见大巴迟迟没有开动 尖子班的学生开始有些不耐烦 可雷鸣变着花样拖延时间 只为了等桑老师一起同行 终于在雷鸣的一再坚持下 桑老师姗姗来迟坐上了车 雷鸣也说出了那句道歉 他不该在校园招聘会上 用桑老师考研的事来攻击他的职业理想 两人相互道歉后 桑老师也同意再回到十一班任职 车上浓浓的包子味 让成羽山有些晕车 李然见状逼了一块口香糖 肖主任在车上宣布了 这次学农有三项评分活动 都是比赛兴致的 考虑到十一班人少 他觉得让十一班跟尖子班合成一组 这个决定遭到了尖子班同学的反对 认为十一班只会脱了他们的后头 我们才不跟他们合并呢 肖主任 不用了 我们十一班自己一组 不就是二十个学分吗 我们自己搞定 到达地点后 边小小迟迟不愿意下车 还在车上各种装病 原来这次学农的地点 正是他父亲工作的果园 为了不被同学们知道自己农村人的身份 他前一晚特意打电话给父亲 让他明天千万不要来果园上班 可雷鸣并不惯着他 拿出了一大袋提前准备好的药 肚子疼是吧 吃这个 要是头疼的话呢 吃这个 嗓子疼吃这个 当然了 装子疼 吃什么也不管用 边小小被迫下了车 为了防止被村里人认出 他还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 然而一辆三轮车开了过来 雷鸣想让对方在自己一程 边小小认出他是自己的父亲后 快速躲在了成云山身后 为了不被同学看笑话 他假装不认识务农的父亲 然而父亲的一个举动 让他既心酸又心疼 学校组织了一场学农的课外活动 从小在城里读书的边小小 再次回到曾经的小乡村 害怕被村里人认出的他 直接全副武装起来 可在吃饭时 看到父亲负责给每位同学送餐 他快速转过了头 突然父亲戴的面罩不小心掉了下来 脸上可怕的伤疤 将许多同学吓了一跳 边小小感到很是丢脸 听着同学们对父亲的长相议论纷纷 他羞愧地背过了身 可没过一会儿 父亲送餐来到了他的面前 雷鸣见他很是辛苦 就想让他坐下来一起吃 我吃饭了 吃完了 你坐 这么辛苦啊 每天都这么忙吗 其实 我今天是请假来的 但是 他们人数不够了 非要让我来 没办法 父亲当面解释了自己来上班的原因 希望女儿不要介意 离开时还默默在地上放了一盒女儿爱吃的辣椒炒肉 可边小小全程低着头 没有跟父亲说一句话 赶紧吃啊 辣椒炒肉你最喜欢 边小小看到父亲忙碌的身影 既心酸又心疼 下午的第一堂课是有关害虫的科普 老师让每位同学抓一只虫 并介绍他的习性及特征 十一班恰好跟尖子班抽到了一起 李然被老师点名起来介绍手中的虫 可他半天憋不出一个字 这瞬间引起了尖子班的嘲讽 一位女学霸更是现场给他科普了起来 说完还不忘嘲讽一番 这种虫子就是只会寄生 而且破坏大环境 敢还敢不走 就像那些刹的声音 你说谁呢 还极具攻击性 害人害己 这就是妥妥的害虫标签 李然忍不住脾气正要冲上前 被老师制止了下来 为了缓和双方的气氛 老师现场又加了一道题 答对了就能获得五颗小屏幕 他提问为什么需要害虫 沈耀自信满满地给出了答案 中途却被宇洋抢答 因为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异虫 缺少了种间竞争和天地控制 加上大量食物 那么异虫也会大量繁殖氾滥成灾 最终变成害虫 所以我们才需要害虫 宇洋满分的答案让老师很是满意 加上他说话力所逻辑清晰 成功获得了五颗小苹果 让十一班在这场比赛中反败为胜 老师给大家布置了最后一个任务 就是将手中捉到的虫放生 被上了一颗的尖子班 也收起了往日的嚣张 接下来是摸鱼比赛 第一回合十一班输得很惨 一条鱼都没有摸到 来到第二回合 江青朗刚摸了一条 突然被其他同学判定违规 原来是他反复出场 惹起了其他同学的不满 纷纷嘲讽十一班耍赖 为了挽回十一班的颜面 边小小这次没有退缩 主动站了出来 还扬言自己能一打十 如果他赢了比分要翻倍 对手都以为他在吹牛 纷纷进入鱼塘跟他比拼 殊不知边小小的父亲是补鱼高手 得到父亲真传的他也不逊色 这个塘里面啊 泥巴多容易打滑 这抓鱼的时候呢 你就得慢慢抓 这样才能够抓到鱼 抓鱼的时候呢 用糊口把它给夹紧 你要是乱使劲的话 这不就是在给鱼儿做按摩吗 比赛结束后 十一班以24比4获得胜利 紧接着来到野锤环节 一部分同学负责洗菜 一部分同学负责做饭 所有同学都动员了起来 雷鸣熟练的烧火技术 引起了桑老师的一顿夸赞 雷鸣熟练 还是挺在乎你的 只不过就是国产妇爱 不善表达 雷鸣觉得自己一直捉目不透父亲 从小父亲就让他懂事不给人添麻烦 所以他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 可即便他再怎么懂事 一样没能得到父亲的赞许 甚至对他视而不见 雷鸣熟练 之所以对你这么严格 甚至冷漠 也许是怕你太依赖他了 是怕有一天 如果他也不在你身边了 起码你 能照顾好自己 沈耀彻底疯了 只要看到李然跟别人讲话 他就认为是在泄露自己的秘密 我之前看到沈耀喝完 真的假的 我亲眼看到 他在厕所还在地下室 能报告自己 那个血都这样地下 那他心理上是什么 被伤害到自尊的沈耀 转身就将李然约到了一处悬崖边 伸手就准备将他推下去 你已经想好把我最近告诉他 是吧 告诉谁 快拉我上去 李然奋气反抗发出警告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把人家的弱点当消遣 把人家的好心当恶意 再跟我来这 你分分钟把你的事 批到学校论坛 就替雨洋还你 害怕被学校退学的沈耀 默默忍了下来 可晚上又跟在了边小小身后 浙江小小吓了一跳 沈耀警告他不准相信李然的鬼话 可小小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别装了 我就是想发出去换点流量 什么流量 什么恶不恶心的 这人有病吧 被这句话刺激到的沈耀 死死抓住了小小的手腕 让他有种再说一遍 小小害怕地掏出了 揣在兜里的防狼烹 紧接着头也不回地跑了 可由于天色已晚 他一不小心踩空滚下了山坡 晚上两人不见踪影 同学们跟老师开始四处寻找 李然也打着手电筒进了一片树林 发现了倒地不起的沈耀 看到沈耀额头上冒着的冷汗 李然才注意到他被毒蛇咬了一口 李然快速脱下了自己的校服 将其绑在对方的伤口上方 李然伸手想要搀扶他起来 沈耀却一点也不领情 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 李然解释自己一个字也没有说出去 以后也不会说出去 沈耀这才放松了警惕 看到行动不变的他 李然主动将他背在了身上 回去的路上 沈耀注意到李然穿在脚上的鞋子 是自己之前扔掉不要的 是你哪里从我家捡回去了 沈耀解释自己并无恶意 只是想让李然去自己鞋柜里挑一双新的穿 与此同时 滚下山坡的小小 由于腿受了重伤无法前行 看着伤口止不住的流血 他轻轻脱下校服缠绕在了腿上 可疼痛的无助感 让他躺在地上痛哭了起来 突然耳边传来了父亲的声音 父亲为救女儿从坡上滑了下来 他顾不上自身的伤势 连忙查看女儿的情况 小小委屈地趴在父亲怀里哭泣 也为之前刻意避嫌的行为感到惭愧 回去的路上 小小从父亲口中得知 雷鸣将自己的成绩 一单邮寄给了父亲 还告诉他自己这段时间学习很用功 还劝爸爸别生你的气 小小也解释之前打电话 不要父亲来果然工作 不是因为嫌弃他 只是怕那些同学没见过他的样子 会大惊小怪地说着不好听的话 让他感到不舒服 小小让父亲将自己放下来 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副眼镜 然而小小刚一打开 就看到眼镜已经碎成了几块 他这个是不是拼不上了呀 对不起啊 我真没用 你辛辛苦苦地顾不定的说 你莫哭 莫哭了 我就是没想到 他会碎 我以为 好了好了好了 我 我之前 我都到家了 我还不想回家 小小一个劲地说着对不起 可父亲从来没有责怪过他 只恨自己没有出息 不能时常陪在女儿身边 父亲要将这副破碎的眼镜珍藏起来 就像将女儿当宝贝一样供着 两人返回基地后 同学们又继续再搁再舞了起来 小小悄悄凑到了雷鸣的旁边 感谢他默默地付出 小小有些受宠若惊 但他不想因为流量给十一班带来麻烦 可雷鸣标题都给他想好了 最差扎声逆袭清北倒计时 这个名字肯定能博人眼球 如果账号火了 全网都会监督十一班学习 他能省下不少事 如果没火一年以后 他们考上清北 这些视频会被网友挖出来 到时候编小小就是全网最稀缺的名校博主 没人教过你 随便翻别人的东西 没礼貌吗 沈耀故意将一本物理奥赛提放在客厅 果然勾起了李然的兴趣 他看得正如神时 沈耀从身后打断了他 三天后学工办预赛报名 我帮你继绕队 算是信仰的救我 没想到李然听后冷漠地离开了 这让沈耀感到一阵不爽 原来李然之前物理考了全班第一 可班主任宁愿认为他是抄袭 也不愿相信他拥有天赋 受到羞辱的李然也不顾及师生勤奋 当场揭穿班主任出的其中物理大体 在课外开的补习班里讲过 被激怒的班主任开始一顿输出 甚至还波及到了李然的奶奶 李然忍无可忍正要动手 好在被其他老师拦了下来 虽然后来班主任因私自开课被学校开除 但李然也因此讨厌上了物理 直到高三时遇到了赏识他的雷鸣 雷鸣让他参加全省的物理竞赛 获奖就有机会保送清北 李然有些心动 可当他上交报名单时 老师见他没有报班学习过 按照原则不建议他报竞赛 免得浪费学费 主任好 哎 沈耀 你怎么又来了 是这样 他没报过班 是跟我在家里一起上小课 这样子的 那行 在沈耀的帮助下 李然这才获得了参赛的资格 很快全国物理竞赛复赛名单出路 李然成功入围 四位小伙伴都替他感到开心 什么时候报的名 温身发达才爱了 一看到李然手中的复习资料上写着沈耀 大家的脸色都凝重了起来 边晓晓认为沈耀心怀鬼胎 江青郎也觉得他只是想给自己找个对手 比 比 没过吧 李然 你怎么还整别人志气呢 没事 李然 李然自知实力的悬殊 放学后开始搜索自学的教程 可正看得起静就要开始收费 他只好来到培训机构咨询 然而这里最便宜的培训费也要九千多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晚上他正在做试卷 程宇山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堆资料 让李然全部看完 这你哪里搞的 你别管 全做完 不过再跟我说 没钱有没钱的选法 不是 这你哪里弄来的 不要了 谢谢 隔天教务里的老B也拿来了一打资料 让李然认真学完里面的知识 还强调这次有两千人进入物理副赛 而能进入省队参加决赛的只有前十五名 李然看着面前昂贵的资料 还是羞愧地问出了那句多少钱 我查过你线下的辅导费 要四万元 没想到老B告诉他不要钱 因为雷鸣已经替他付过了 李然内心无比感动 也决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拿到一个好成绩 不久前编小小在雷鸣的指导下 开启了全网监督学习的手机直播 然而学诈逆袭清北的浮夸标题 引发了无数网友的质疑与嘲讽 为了证明自己并非在博眼球 小小一次介绍了班里的五位同学 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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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们 你们好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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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哦 还一起喊响了励志的口号 三 二 一 我们清北界 很快五人励志又努力的样子 让直播间的人气暴涨 新颖又有趣的学习方式 还引起了其他班同学的笑话 随着直播做的风声水起 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不仅被提高 就连老师也多出了吃宵夜的时间 最开心的还是家长 能时刻通过手机查看孩子在学校的表现 然而随着直播学习登上热搜 萧主任却发现其中存在一个重大隐患 学校明确规定禁止学生携带手机入校 这种直播学习的方式 无疑是在挑战校规的权威 萧主任还在会议上对雷鸣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雷鸣肯定完萧主任的顾虑后 也提出了一个小小的建议 最终高校长决定开放网校 对同学们的直播进行统一管理 编小小在教室进行了最后一场直播 他提到明天李然会去参加物理竞赛 所以他们提前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李然有羡慕 但看到同学们对自己的鼓励 他对明天的作战信心满满 第二天雷鸣去约见了智想集团的一个老总 老总夸赞雷鸣真是个营销专家 不到半个月十一班直播就有一百万的数据 学习直播都能玩得风声吹起 要是没有你们市场不顶流 这谁也起不来 原来两人之间存在交易 老总带他建了集团的两位高管 想趁着吃饭的时间商谈接下来的合作 没想到雷鸣以下午有课为由推托 两位高管一时不明白雷鸣什么意思 以为他是在玩欲擒故纵 等雷鸣回到学校时 恰好看到李然一行人正准备去参加物理复赛 全班都站在车前送给 提醒他考试的注意事项 同时还有一群李然曾经的好兄弟 身穿龙海中学的校服来为他加油打气 因为李然是龙海中学这些年 第一个进入复赛资格的学生 大家其乐融融为他送去最诚挚的祝福 看到李然这么受欢迎 坐在车里的沈耀显然有些吃醋 送走李然后 雷鸣一直忙到晚上才回家 突然学校内爆发了一阵骚动 雷鸣听后顿时慌了 立刻冲进了升起浓烟的迷雾之中 他不管不顾一路爬到了顶 然而等雷鸣靠近时 那段自己不愿提及的沉眠往事浮现在了眼前 女孩半夜闯进男老师的办公室 借着酒精表白 没想到被当面拒绝 是我长得没有他们好看 还是我不够优秀 如果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为什么要偷偷替我交学费 还骗我说那是智晓的奖学金 女同学讲述自己靠着那些鼓励 才支撑到了毕业 然而疯狂的举止让雷鸣后背发凉 她解释自己给予鼓励 只是见她过分自卑 给奖学金也是不想她因为家庭原因中途辍学 遭到拒绝的女同学说出了最后的请求 想让对方抱抱自己 雷鸣冷漠地拒绝了她 没想到第二天女同学就想不开 从楼上跳了下去 这件事后雷鸣身败名裂 不仅受到了各界的谴责 还丢掉了引以为傲的工作 她的家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 作为当事人的雷老师 向记者表示儿子会为自己所做的事 向公众以及死者家属一个交代 除了这样的事 我也感到很遗憾 也就是说你承认这样的事情 的确是雷鸣做的了 雷鸣通过电视看到父亲的发言气愤极了 而父亲也找上门将他数落了一顿 怪他不听自己当初的建议 非要去智奖那个 只想着赚钱的教培单位当老师 雷鸣却将一切悲剧都怪在了父亲的头上 因为之前他请教过父亲 自己班里有一位成绩一般 还性格古怪的学生 他该怎么做 父亲认为比教书更重要的是关心与陪伴 要将学生当成家人看待 雷鸣听后颇有感触 然而结果却让自己身败名裂 父亲听后却认为他做错了事还在推卸责任 雷鸣指责父亲从小到大 只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要求别人 雷鸣指着电视歇斯底里的谴责父亲 为什么要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 当个透明人 他满腔的怨言 将父亲怼得哑口无言 而曾经渴望父亲以自己为荣的孩子 如今也不复存在了 雷鸣将父亲轰出了家门 同时也将自己推进了无尽的深渊 这几年他怀着愧疚想尽量弥补死者家属 然而对方并不领情 雷鸣从长椅上惊醒过来时 李然特意来感谢他替自己交了辅导费 听说雷鸣办公室里中了很多绿植 他就做一个自制的智能洒水计打戏 几天后物理复赛的成绩出来了 李然差一点进入决赛 这段时间 你辛苦了 咱再接再厉 其他同学想要安慰他 可一个个的都说不出口 这让李然想到了神耀的话 你知道吗 当别人对你期望的越大 也就意味着之后的失望会更大 你这次如果考杂了 他们那些人 还会像刚才那样给你加油助威吗 不会了 他们会先心疼你 责怪你 甚至反而怪你是你给了他们的希望 这种落差感 你应该没体会过 他突然在教室发起了火 警告一番后就离开了教室 察觉到情绪不对的成羽山 连忙追了上去 一番心理开导加上才艺表演 这才让李然平复了心情 他安慰李然考试最重要的是过程而非结果 不久前 雷鸣跟志祥的老总签订了一份协议 他需要在一年内 把十一班做成清北特训项目的内测版 如果十一班真有人能考上清北 志祥会以两倍价格入股他的项目 然而随着李然物理复赛被淘汰 唯一可以走竞赛捷径的已经提前阵亡 全班都只能参加传统裸考 可以五位同学目前的学习情况 没有一个人能考上清北 于是老总有了新的盘算 其实十一班现在的广告价值 未必比他们考上清北来得低 可以说你已经提前完成了任务 老总拿出了一份新的协议 同意提前跟他折线 条件就是雷鸣离开明蒙 来智想这个培训机构站台 当然十一班这几个月的成果 也要算入智想人工智能教学的广告里 还有清北特训改成高考议席 只谈提分不谈清北 以免打脸 同时如果五位同学愿意配合宣传 智想最贵的课程随他们选 还全部免费 你现在放手 有钱 有颜面 真等高考成绩出来 万一要是失败了 你还想通过这个项目变现 晚喽 晚上他将所有老师约了出来 不明所以的桑老师 还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 结果看到所有同事都在 他显得有些尴尬 而雷鸣借着酒敬感谢他们这段时间 对十一班的付出 雷鸣将所有想说的话都用歌声唱了出来 原来他最终同意了老总的提议 第二天桑老师就联系不上雷鸣 五位同学也疑惑雷鸣这几天为何不见人影 他们正走出校门时 突然被一群社会人士拦住 雷老师委托我们给你们准备了些小的惊喜 特别 专门在校门口等着你们 李然为了防止被骗 特意给雷鸣打去电话确认 却有此事后才让其他四位同学上了车 五人被带去了智想培训公司 全程还有摄像机拍着 朱老师带五人参观了智想刚头的一家虚拟现实公司 雷老师要给你们的惊喜呢 五人听后颇有兴趣 纷纷上手体验了一把 而结束完参观后 五人又被带去拍了宣传照 看到雷鸣始终不见人影 五人的内心开始忐忑不安 高强度的工作让他们无心学习 接下来又要被安排去直播间分享学习心得 可还未上场 程雨珊突然肚子疼得不行 额头还直冒冷汗 不行真的太疼了 李然想让老师通融一下 他们四个上台就行 不行啊 这班级里是五个人就只能是五个人 老师让雨珊克服一下 李然顿时来了脾气 威胁到如果不马上送雨珊去医院 他们四人就拒绝登台 这马上就要开奖了 还去什么医院啊 忍着 忍你个鬼啊 人都叫了怎么忍啊 你们现在就要走 立刻就要走 我跟你们说的很清楚 你们是签了合同的 你们都是资产 你听不懂 你先不要我现在就报警 报我 可以 你上去报我 就在五人无助之时 桑老师赶了过来 他立刻将五人护在身后 还称自己才是他们的班主任 显然对方不会罢休 桑老师只好亮出了自己泰拳三级的战绩 穿着什么呀都 丑死了 走了 五人连忙脱下不合身的衣服 跟随桑老师返回了学校 雷铭将十一班卖给培训机构后 遭到了学校的开除 他收拾东西正要离开学校时 五位同学当面来找他对质 都是假的是吧 喂 你说话呀 你别又说什么挫折教育啊 你整我们就说一声 别我扰我们好不好啊 老雷 什么老雷 他也配了 雷铭没有反驳 而是称清北特训班 就是他的一个创业项目 桑老师没想到 他居然用立州奇迹做幌子 这种行为太给雷丽周老师抹黑了 雷铭却满不在乎 还表示之所以选中面前的五位同学 是因为他们够烂够炸 但凡真有一个人能考上清北 就算志祥不给他投资 他还能去别的地方拿到融资 但是没想到 你们这么优秀 提前半年实现了商业价值 还比预期的高 我一说呢 这好事啊 有了志祥的师资 可以上名校 也不用在我这受苦受累 我呢 也不用一天到晚装成一个 社学教师的样子 双井 这就是你们要的解释 成羽山第一次当场翻脸 将他给的月考奖励狠狠砸了回去 也预示着跟他的关系就此破裂 其他同学也纷纷跟他划清了界限 雷鸣一言不发 只是默默将掉在地上的钱捡了起来 钱哪这个东西 你不尊重它 也别指望它会一直照看着你 等你们长大了 你们就明白了 不能把钱随便丢在地上 否则到你要用它的时候 雷鸣满脸的苦笑 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离开时他警告五位同学 以后如果再有一位老师 打着处处为他们着想的幌子 这人指定是个骗子 毕竟这世上掏心掏肺 真心为了学生好的老师 并不多见 桑老师怒不可乐 直言他快点滚出学校 雷鸣头也不回地离开 这让五位同学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李然第一个跑了出去 茂宇跟在雷鸣的身后 他不愿相信曾经将自己 从深渊里解救出来的老师 会是这样一个人 其他同学也纷纷跟在了身后 然而雷鸣停下脚步 告诉李然他送自己的那个胶水机器人 放在了办公室桌子底下 竞赛补习班的钱也是只想给他出来 都两清了 雷鸣问他还跟着自己干什么 难不成要跟他一起回家 当雷鸣说出对那个姿势 李然的拳头挥了出去 却被雷鸣一个过肩摔撂倒在地 桑老师愤怒地推扫了他 指责他怎么可以对学生动手 你等着 好 都结束了 留步吧 不久前雷鸣离开十一班后 学校就是否解散十一班召开了一场会议 楼副校长依旧不愿放弃这个班 因为五位同学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从三百多提升到四百五十分 现在解散太可惜了 楼校 你们的火箭忠然记雷鸣 已经被辞了 现在这个摊子谁来接 谁敢接 此时桑老师站了出来 作为十一班的班主任 他依旧相信五位同学凭借努力能考上清北 于是让学校再给他们一点耐心 出现任何风险他会全权负责 然而学校不愿再冒险 高校宣布十一班暂停 五位同学也被遣回了原来班级上课 边晓晓一回到座位 曾经的同学就对他阴阳怪气 就是一会儿被丢到这里 以后就被丢到那里了 他也敢回来 江青朗在写作业时 好兄弟忍不住八卦 问他雷鸣是不是真的抛弃了他们 江青朗为了面子 解释返回原来班级上课 只是雷鸣的一种教训方式 忽悠完朋友后 他立刻露出了一脸的失落 而这边的李然直接逃了课 成羽山则经常趴在课桌上睡觉 还有一个羽扬 无法忍受周围同学的恶狗 索性跑到花园里被起了书 晚上桑老师来到十一班的教室 发现已经被上了锁 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雷鸣照常来到医院看望父亲 可刚走到门口 就听见父亲被病痛折磨的凄惨叫声 他连忙冲进了病房 看到父亲由于酒窝在床 后背已经血淋淋一片 雷鸣心疼极了 他连忙去找到主治医生 想要尽快给父亲安排手术 这样的结果让雷鸣无法接受 毕竟他为了凑弃父亲的手术费 这才将十一班给卖了 雷鸣打了一盆热水 不停地给父亲擦拭身子 可听着父亲一直喊着疼 他的眼泪忍不住在眼眶中打转 为了照顾父亲 他在医院的长椅上睡了下来 雷鸣啊 你爸喊你了 雷鸣来到父亲的病床前 父亲喃喃自语道 自己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告诉儿子 可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 你慢慢想啊 慢慢想 慢慢想 最好想不起来 对不对 想要房子还是想要钱 你想害我是不是 雷鸣看到父亲又神志不清了 他感到很是心里憔悴 这边桑下来到疗养院看望雷老师 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 他还不知道雷老师已经重病住院 承宇山回家时 偷听到继父准备将他的房间拆了 扩建成一间麻将屋 他以后只能睡家里的沙发 而半年后他还准备将他嫁出去 结婚对象都选好了 正是继父表姐家的儿子 弟弟听到父亲的话 第一次在饭桌上发起了火 同样在家的宇阳 整天被母亲催着去志想提供的辅导班上课 宇阳却表示自己能有现在的成绩 离不开十一班的每个人 雷明退出十一班的理由太让人心疼了 为了给重病的父亲筹集手术费 他被迫将十一班卖给了志想机构 可当他担任了志想的著名讲师后 对五位同学的关心丝毫未解 随着逆袭班的启动 五位同学将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雷明特意嘱咐各位老师注意五人的情绪 还有宇阳考前一紧张就土 尽量把他妈妈隔绝在教学计划之外 最重要的是别跟他提高二重读的事 而边小小想当网红 但这半年千万不要给他接任何商务 因为他容易飘 注意力还不够集中 谈到江青朗时 他满眼发光 称他的英语比这里一半的学生都要好 但就是上课爱插嘴 下课爱得瑟 偶尔还喜欢作弊 爱作弊这个毛病应该是已经干了 但是遇到了压力啊 有可能会复发 一定要顶紧他 而最不让他省心的就是李然跟程宇山 李然虽然表面上又拽又高了 其实他心里自己看不起自己 心里的软肋一点就炸 而程宇山恰好跟他相反 雷鸣说完后心里一阵空落落的 他这才意识到今世不同网约 而这种失落的感觉 他在高考那一年也感同身受过 当年雷鸣701分文科第一 举办升学宴时 父亲一直没有到场 其实父亲当年也有苦衷 一位家境贫寒的学生考上了二本 可家里连路费都出不起 他只能跪在地上求雷老师帮帮自己 学生跪在地上不停磕头 称自己不想再回乡下了 学生归来定会做牛做马 报答他 雷鸣也要去北京 给他存的钱 雷老师急着回去参加儿子的升学宴 临走前偷偷给他塞了一笔钱 却在学生包里发现了一瓶药 担心对方想不开的他留了下来 这才错过了儿子的升学宴 这件事雷鸣一直都不知道 而父亲在神志不清时 总是认为身边人想要拿走他的房子跟钱 可这是他给儿子准备的 你需要害我是不是 或许他还有什么难言之意没有说出来 与此同时 智想集团的王总约见了高校长 他希望机构接手十一班的事前期能够点个头 毕竟五位同学的学籍还在明龙中学 如果这个项目做得成功 他会在明龙设一个奖学金 高校长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只是觉得雷鸣进入智想不单单是为了钱 而是真的在乎那几个孩子 毕竟五人在特训班能免费上最贵的课 不明所以的五位同学 不约而同的在一家书店相遇 自从学习直播停了后 边小小怎么学都学不进去 何天晚吃 先生来朝做了一趟视频 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成绩好到我自己都觉得第一普 他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学不进去纯粹是心理抗拒 可他现在身体太诚实了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 闹钟关了也闭醒 早上不声拉一下就浑身难受 不被几道错题就一天都没胃口 而这都是集训的十几天 雷鸣教会他们的习惯 与杨也感同身受 在十一班他们真的学到了很多 也改变了很多 可江青朗觉得在别人看来 他们就是在抽险外 他不小心显了一下差点被揍 总结下来 五人都很想念雷鸣 失去了雷鸣的指引 他们就像一艘在海上迷失了方向的小船 同时感到迷茫的还有雷鸣 他正在工作时 突然接到了姑姑的电话 心脏骤停的声音 让他意识到父亲可能不在了 我们都是雷老师的学生 我们班上次的月考平均分是450万 下一次目标是500 再下一次600 还有一件事他们都没跟你说 虽然我们也生他的气 但我也想他 想考古古百 给他好好看看 十一班都去见了雷爷爷最后一年 还向他证明了雷鸣是个好老师 他一直私下鼓励我 说我今年肯定能考上雷爷爷 我是雷老师的学生 我叫宇阳 如果没有雷老师和十一班 我可能真的就不会再结束了 边小小也介绍了自己 还告诉了雷爷爷一个秘密 现在他们学校里的很多学生 都想加入十一班 而且还有好多女老师 偷偷暗恋着雷鸣 江青朗则抱怨雷鸣有时候说话很打击人 但他教的学习方法是真的很实用 他上高中以来考的最高的分数 离不开雷鸣的指导 雷鸣说 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 他会把我们演 我觉得他说这话的时候 是真心的 虽然他不忍 但是我觉得 还是认真的雷爷爷 听到这些话的雷爷爷 了无遗憾地离开了人生 而一旁的桑夏早已哭成了泪人 学生时代的记忆也浮现在了眼前 原来以前的桑夏是个精神小妹 整天不学无术还爱看小说 可这天被老师发现 直接走过去将桑夏抽屉里的小说扔了出来 还当面将他羞辱了一顿 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桑夏当即骂了回去 这个举动也彻底激怒了老师 不停推搓着让他滚出教室 桑夏情绪激动将刀顶在了脖子处 你给我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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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你这个眼睛和耳朵 被你这个刘海 觉得不成样子 我就把你割两冲 你割两冲 给我冲 你给我冲 桑夏情绪激动将刀顶在了脖子处 还怪老师每次上课 不是打人骂人就是站走狼 倘若老师敢上前一步 他就狠狠刺进去 这个举动将周围园吓得连连后退 只有雷老师不顾威胁 快速冲上去握住了那把刀 手被划出鲜血也不松开 你爱看书是好事 只是你挑的书 我回头有几本好书 松开 在雷老师的不断安抚下 桑夏最终放下了刀 从那以后雷老师放学后 都会叫他去家里免费补课 还拿出各种珍藏的好书给他看 桑夏逐渐找回了迷失的自己 也在雷老师的帮助下爱上了心理学 雷老师的葬礼上 桑夏早已泪流满面 现场来了许多 为雷老师送行的学生 这种场面让雷鸣倍感意外 他一直认为父亲死了 没人会来送别 没想到却被啪啪打脸 他抬头时看到不远处有只布骨鸟 大姑 你看那只布骨鸟 特别大 可大姑看去那里什么都没有 以为雷鸣出了幻觉 于是扯了扯衣领让他专注一点 此时七班的武文静赶来奔丧 越过现场队伍 直接跪倒在雷老师的灵堂前 我来送你了雷老师 1999级的何启光来不及放行李 也跟着跪在地上 学生 永远记得您的教诲 雷老师 你不是特别想看我穿警服的样子吗 怎么样 快醒吧 同时还有来不及赶到现场的学生 通过视频也要来跟雷老师到生别 雷老师 我是李莉 邓李莉 我们都来看你了 看到雷老师逃离满天下 让雷鸣对父亲开始有所改观 您二届四班王玉霞 向雷老师报道 我现在也是一名老师了 自从父亲去世后 雷鸣就开始重审自己 这么多年了雷老师 我眼看着你亲手对自己打造了一个圣篮 上面写了四个字 人民教师 这还不够 你还得给自己打造一户手铐脚铛 每期明月是使命的 雷鸣曾经还当面讽刺父亲 为了当个别人口中的好老师 连家都不顾了 或许父亲不是不爱自己 只是他把时间都花在了教书预言上 否则不可能逃离满天下呀 此时桑夏走了过来 告诉雷鸣雷老师走的前几天 自己一直联系不上他 幸亏有十一班五位同学的帮助 他才能见雷老师最后一年 原来学校暂停十一班后 五位同学偷偷溜进了曾经的教室 还在里面认真学习了起来 桑夏惊讶李然还偷偷配了一把教室钥匙 虽然学校暂停了十一班 但我们不能停啊 早自习晚自习 谭老师毕老师不做错 他们教我们的方法 我们都能自己学的 几人的表现让桑老师很是满意 他称自己这几天也没闲着 几位认课老师在他的死缠案板之下 答应了帮忙完成这学期的课程 说完让几人拉下了教室的窗帘 以免让别人发现这里有你 从今以后 地下十一班就此成立 几位认课老师也通过网课的行事 每天按时给五位同学上课 五人听得很是认真 桑老师却显得心事重重 因为他一直联系不上雷老师 去病房探望也不见人影 他满脸愁容的样子被五位同学看到 得知事情缘由后 李然终于说出了口 原来李然前几天没去学校上课 是因为气不过雷鸣的背叛 于是偷偷跟在他的身后 听医生说他爸情况非常不好 运发症感染很严重 就算手术 家属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五人立刻赶去了医院 雷老师状态不好 含含糊糊的说了很多话 而每一句都离不开儿子 担心他身边无人照顾 担心他成不了一个好老师 桑夏也觉得他以后会无人子弟 没想到五位同学 纷纷握住了雷老师的手 告诉他雷鸣是个多么优秀的老师 还教会了他们很多很多 雷老师听后很是欣慰 听完这些的雷鸣 颤抖着手给自己点了一根烟 却一直点不然打火机 他来到跳楼学生的母亲开的摊位 熟练的给客人煮起了串串香 我也去送你爸爸 我们进去 就在高北厅的外面 远远的鱼了一共 死者母亲解释当年女儿出事没多久 雷鸣就跑到外地躲了起来 他父亲亲自上门来道歉 却被自己揍了一拳 你爸爸跟我道歉 跟我解释 你也不是他们说的那种 女人还称自己一直将他拒之门外 可雷老师还是会每个月过来看望他 前两年他得了急性未溃疡 住院费是雷老师掏的 现在他摆的这个摊位 也离不开雷老师的暗中帮助 后来他也想明白了 儿子造的孽跟父亲没有关系 今天也就是因为你爸爸的原因 我才跟你多说两句 听完这些的雷鸣已经泪流满面 他不知道父亲默默为自己做了这么多事 第二天雷鸣当着志祥王总的面 拒绝了集团的高薪待遇 因为大数据不相信五位同学能考上青梅 而他相信就如同父亲不放弃每位学生 我的父亲一个自己的退休金连自己医疗保险费的顶头都付不起的一个退休教师 他就不想起数据 他常说高考拼的不是输赢高考拼的是问心无愧 他还说教育不是做生意做生意可以只看成绩而教育要看成长 同时十一班也收到了一个定位 原来雷鸣当初种的那棵小树一直没丢 而是被他移栽到了别的地方 如今已经长得枝繁叶茂 这 这是 是 他没丢 有位老师今天是给沈耀做加法 无愧 沈太太 我们是来找丽燃的 是这样 因为丽燃的表现太过优秀 所以学校清点她作为种子选手 参加这一届的全国青少年机器人浪赛 我们是代表学校来考察一下她之后的比赛环境 听到名额不是自己儿子的 沈太太一脸失落 此时哥奶奶下了楼 将雷鸣带进了地下室 雷鸣这才知道李然的居住环境这么差 她平时就在这儿学习啊 奶奶解释孙子虽然看起来不着点 但每天晚上都会学习到很晚 雷鸣顿时心疼极了 同时之前沈耀捂死一只小昆虫 被路过的丧下看到 她借着家访的名义去到了沈耀的卧室 竟然在抽屉里发现了大量安眠药 为了让李然有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雷鸣将自家老房子疼了出来 还让对方别跟自己提房租的事 雷鸣让她不必说感激的话 自己这么做完全是看在这房子风水好 因为她前半生住在这里 最终考了一个文科状元 到时候你这考神的小房间一住 学霸的小书桌一用 保证你智商直线第三十 李然觉得她有些过躁 举手想要上厕所 毕竟她一听废话就想撒尿 这熟悉的操作让雷鸣有些无语 而她还不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继承了老父亲的衣钵 特别是那牢道的功底 都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一样 一旁的桑下忍不住吐槽她 身上的爹味越来越重了 雷鸣闻了闻自己的衬衫 小小的脑袋顶着大大的疑问 雷鸣能够重回十一班 离不开五位同学的求情 我们十一班全体请愿 希望雷鸣能够继续带十一班 我们可以用学生认向你保证 老雷他真的是个好老师 高校长也明白了雷鸣的良苦用心 最终同意了 雷鸣在照顾跟十一班一起中的小树苗时 李然突然接过了她手中的洒水 没看到水都溢出来了 都快被你浇死了 李然的突然出现 让雷鸣有些神情慌张 其他同学也纷纷走了出来 觉得他是在祸害小树苗 毕竟天冷了要先做好饱满 程宇山也借机说明 他们过来不是代表原谅了雷鸣 只是让他继续回到十一班任职 而且还必须遵守规则 第一绝对不能玩失踪 更不能单方面的替他们解决任何问题 第二下次联考他们要是没到五百 就是雷鸣的狮子了 差一分白胆 第三 约桑老师出去一次 啥来人 你就说你认不认吧 认了 回到教室 雷鸣分析大数据的结果 告诉五位同学 他们考上清北的概率为零 既然大路走不通 他决定带众人走小路 雷鸣根据编小小的形象跟口才 为他选择了清北的艺术传播学院 但离多音主持的特招分数线还差一百六十分 江青朗则瞄准清北的古文字学和社会学 由于这两个专业是第一年开放招生 分数线会相对友好 宇阳你是全班唯一一个有可能裸分考上清北的 上次月考494分 比你的目标分数线只差193分 由于宇阳基础很扎实 他的立地正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雷鸣准备在让他的语书外提高90分 而对于李然跟程宇山这种单科突出的 清北今年刚刚公布一项天意计划 针对天赋型考生会降低30分录取线 别小看这30分 插上了这对翅膀啊 你们可就真的起飞咯 下课后桑老师有些疑惑 他不明白李然跟程宇山的胜算在哪里 雷鸣解释程宇山有的强迫症 只要是在他手边的东西 他就会按照0.618的黄金分割比例来进行摆放 这个习惯呢 不是可以为之 是已经成为了身体本能了 只有对于自然法则和数学规律极为敏感的人 才会这样 而天意计划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天赋型考生 对于李然虽然物理竞赛失利 但他还可以参加机器人大赛 雷鸣之前收到他做的一个自动灌盖机器人 乍一看呢挺操的 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 机械结构设计的很巧 他相信两人一定能凭借所长 获得天意计划的面试资格 不久前宇山走到家门口 就发现继父为了多赚钱 拆掉了他的房间 这让他越发想逃离这个家 可当他走进家门时 才发现原本贴有不是厕所的房门 已经被换了 看到新牌子上的标语 宇山感到很是意外 而当他推开房门时 看到里面的墙面是焕然一新 屋内多了一张新的书桌 床上还放着妈妈送他的礼物 正是之前被继父捡得粉碎的娃娃 他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一晚被修不好的不仅有娃娃 还有他多年缺失的母爱 宇山来到厨房 看到正在忙碌的母亲 他感动的抱了上去 由于李然第一次参加机器人大赛 雷鸣给他找了一个辅导老师 从此李然拥有了独立的操作间 里面的东西他可以随时使用 同时这次比赛增加了一个新的规则 除了传统的作品展示环节以外 增加了一个未来战场的竞技单元 自愿报名主动挑战上届Bug 并且成功的人 可以获得额外加分 所以李然这次需要做一个竞技型机器人 但这种费钱的项目 他们没有机会再来一点 于是叮嘱李然要打起万分精神 李然被安排拆解面前的机器人 他顿时想起了父亲 父亲送给他的第一个玩具 回想到这里的李然 浑身充满了干净 同时程宇山也在为数学竞赛做准备 只是在看到李然的空位时 他有些情绪低落 晚上李然辗转反侧 鼓起勇气给宇山发了一条短信 可看到对方回了消息 他又半天不好意思说出口 一番心理斗争后才终于开了口 有几个零件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做 陈老师说让我找一个对空间构架能力强的人 我就想到了你 宇山一直加班到凌晨两点半 终于给李然发去了解决方案 他焦急地等待着对方的回复 看到消息的那一刻他喜笑言开 咱俩撞不住了吗 一起加油 这件事后两人的关系越发微妙 与此同时 宇阳跟江晴朗在上历史课时 老师要求两人角色扮演 可宇阳口吃饮的江晴朗总是笑场 我不是故意的一样 我不是故意的一样 不是 你那回玄农和陈佳二班这面刚的时候 不是挺溜的吗 怎么一演戏一说台词 就跟我小时候看那个DVD卡碟一样 一这样一这样 我觉得宇阳演的蛮好的呀 老师称历史上很多名人都口吃 口吃不是病 无非就是说话慢了一点 那叫什么 谋定 厚动 三思 厚行 对不对 再说了 你长得一表人才 你还怕你说话慢别个不等你啊 为了鼓励宇阳 老师还说历史上的韩非子学识过人 但他从小就口吃 所以他觉得宇阳刚刚读的很准确 上帝有时候是可能给你关了一扇窗 但是很有可能算给你打开一扇门 知道吗 宇阳 自信一点 有了老师的鼓励 宇阳重拾信心 念起台词来也不接吧 但 上院席文 好著书 李然在机器人大赛中得了亚军 还战胜了上届霸主 瞬间让他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 同时沈耀在联考时 突然从第一名跌到了第十一名 大家都觉得难以置信 值得庆祝的是 承宇山这次联考考了526分 宇阳跟李然也过了500 只有江青朗跟边晓晓还差点意思 但两人显得额外高兴 因为没过500个只要少了一分 雷鸣就要多给他们100块 桑老师也跟着起货 让雷鸣这次请客吃饭 十一班变得越来越团结 这让沈耀看了陷入不已 同时之前沈耀回到家 发现有人动了自己的药品 妈 你进我房间了 没人进 有跟你们学校的余老师 晚上雷鸣回到家 就收到了一张法院的传票 因为他跟志祥撕破脸皮的事 对方要让他尝尝苦头 要求赔偿300万 同时回到家的雨山 看到继父破天荒地端了一碗面镜屋 立刻意识到不对劲 果然继父谈到他家大姐的儿子 最近买了一辆宝马 哥哥哥现在混得好的嘞 开了一个五金连锁店 年收40万起步 还让雨山周末去跟他家一起吃个饭 可周末雨山要参加数学竞赛 连忙以学习为由中断了话题 继父还准备喋喋不休时 江秦朗的电话打了进来 江秦朗又是你们班 条件蛮好的那个 再不放手 我喊了 继父被激怒 用电脑里的视频威胁雨山 如果周末不去吃顿饭 他就发送出去 其实我特别懂你 你在我房间装摄像的 我还真不是因为你色 你就是想控制我 控制我妈 控制整个家 但是你怂啊 既没本事也没胆子 你是怕我真考出去了 你在这个家里 连仅存的那点存在感都没有了 放出去 雨山立刻收拾了行李 离开时告诉继父 她一旦赶发出去 就等着警察找上门 雨山来到了桑老师家里 他打你了 你妈妈知道吗 雨山不愿告诉母亲 因为外婆一家重男轻女 母亲从小就过得很辛苦 外婆死前还抓住母亲的手 逼她签字不要房子 都留给两个舅舅 母亲实在没有办法 才带她来到星州打工 而嫁给继父的条件之一 就是给她搞到学籍 以后能够念书 雨山不怪母亲 因为她连自己都保护不好 又怎么来保护她呀 反而她要发奋图强 将母亲带离那个家 雨山懂事的样子 让桑老师无比心疼 她叮嘱雨山如果想通过 法律途径保护自己 别忘了提前保存好证据 雨山表示自己都有提前了解过 第二天李然得知雨山不在家 偷偷跟在了她继父身后 还拿走了她的手机 本想删除里面的视频 却被对方发现按在地上打 好在关键时刻江青朗出现 两人一起将继父狠狠揍了一顿 李然趁机删除了里面的文件 听到有人的声音 两人才逃离了现场 你干嘛揍她 李然好奇江青朗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江青朗则好奇她为何一直盯着那个手机看 两人都没有回答 原来李然机器人获胜后 就迫不及待的跑去了雨山家 然而刚走到门口 就看到江青朗送雨山回家 她的母亲从里面出来 误以为江青朗是雨山的男朋友 还当面表示她不会反对这门婚事 听到这些话的李然失落极了 终于江青朗先开了口 你也喜欢她 对吧 反正高考完我就表白 你要是不服气的话 公平竞争 我也没问题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知道 神经变 我神经变 你连讲都不敢讲 只敢在背后逞英勇是吧 雷鸣未凑齐三百万赔偿 深夜找到焦宇文的谭老师借钱 可以听到要借一百万 谭老师显然有些犹豫了 但如果是以前我是借给现任男友 我完全没有问题 我说有个恋爱 要不要谈一下 看来我还是这么受欢迎啊 那你说要是光赔一下 能只有五十万吗 成年人的悲伤或许只在一面之间 即便暗恋了十年 谭老师还是用大笑掩盖住了悲伤 李然奶奶为感谢雷鸣让出房子给他们住 特意做了满满一桌的家乡菜 曾经寄进无声的家 此刻变得格外温馨起来 雷鸣跟桑夏打情骂俏的场面 让哥奶奶看得一脸红 随着教学楼里突然出现一张横幅 正在吃瓜的桑夏顿时羞红了脸 桑夏认定这是有人在给自己表白 于是跑去查看了学校监控 竟然发现了雷鸣的身影 于是晚上就把他约了出来 坦白称自己不喜欢这种表白方式 这让雷鸣听得一脸懵逼 没经我同意就把我的名字挂在全校师生面前 可能你觉得这样很神秘很浪漫 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情感绑架加射死现场 我很别扭很尴尬啊 说完他拿出视频 问雷鸣昨晚在走廊干什么 这这这我可不能说 第二天雷鸣去教室上课 五位同学有些心不在焉 因为今晚学校有元旦晚会 他们却只能待在教室上课 雷鸣看到了几人失落的表情 当即表示今晚停课 因为程玉山刚刚获得了数学竞赛的一等奖 所以雷鸣奖励五人休息一晚 江青朗为了给玉山买祝贺礼物 拉着小小来到商店挑选 小小虽然嘴上不说 但心里十分羡慕玉山 因为他在两校合并的那天 就对江青朗一见钟情 挑选完礼物后 江青朗也送了他一副耳机作为酬劳 小小顿时感动不已 跨年夜这天 德育处主任突然走上台 承认前几天的横幅是自己挂的 这把台下的桑夏下了一击铃 而更尴尬的是 桑夏以为对方要给自己表白 正准备偷偷离开演出厅 却不小心走到了聚光灯里面 此话一出桑夏射死在原地 他机智地拍了拍沈老师的肩 紧接着做回原位捂住了自己的脸 跑在台上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桑夏这才恢复了瓶颈 表演来到最后环节 雷鸣悄悄请来了曾经的一名学生 如今毅然是一位乐队主唱 台下的桑夏瞬间呆愣在原地 随即化声迷媚 为偶像呐喊了起来 晚会结束后 容主任走过来 问桑夏刚刚为何要跑 没有啊 张老师练武 你是不是要跟我表白啊 不可 我生死了 听到偶像在后台签名 桑夏马不停蹄地跑了过去 而他一到现场就受到了特殊带预 桑老师是我 对 是我 桑夏 雷鸣太烦了 说你必须是吐钱 还必须给你写一句诗 这让其他人都羡慕不已 桑夏还不知道这是雷鸣给他准备的惊喜 这边李然偷偷跟在了雨山身后 思考许久后 他才鼓起勇气上前一步 可此时江晴朗骑车路过 走啊 快点我快点不上了 李然默默看着两人消失在自己面前 发现一只单身狗 两只单身狗 要不喝完粉圈 两人边吃边唱谈人生 小小问他为何不去表白 李然觉得江晴朗性格好 家境也好 自己根本无法跟他比 知道为什么放学之后他不愿意跟你一块走吗 因为对于他来说 拍立得 齐台士 还有他后爸 这些都是他不愿意让你看到的伤疤 李然此时才想起前几天 他给雨山修手机时 无意间看到了继父用视频威胁他的短信 这也是李然后来去偷继父手机的原因 只是没想到这件事后 雨山心有余悸开始疏远他 同时雨扬犹豫了许久 像一个叫吴凡的朋友发去了新年快乐 另一边的江晴朗则告白了雨山 我也有一场恋爱 要不要谈一下 原来之前表白墙上 有一条来自十一班的X喜欢追的留言 江晴朗误以为X就是雨山 J就是江 X就是陈以三的称号 快点咯 承认一下会死 J同学 你有没有想过 X可能是别人啊 自从沈耀知道桑老师进了自己卧室后 就拿着十几份鉴定报告 迫切向对方证明自己只是两年前身心出了问题 而今天过来是想让桑老师重新评估一下他的心理健康状况 你都背过了吧 什么 桑老师看过沈耀入学前的心理健康档案 处于非常健康的区间 但这些测试网上也都有 沈耀那么聪明 完全可以把原题和答案背下来蒙混过关 我知道你动过我的药瓶 我承认里面不是维生素 是SG太夫了 沈耀解释自己只吃了一年 状态良好就停药了 我就想告诉你 我现在很健康 不需要你 是吗 那你怎么知道我动了你的药瓶了 桑老师问他最近为何要去动那个药瓶 如果不是自己将药瓶磨了位置 他还会过来找自己吗 沈耀听后不禁冷笑起来 开始贬低对方的职业水平 还称学校找心理老师 只是面子功成 就好像只要有一个心理老师 学生的任何心理问题都能解决一样 他不相信一个不抑郁的人 会帮助一个抑郁的人走出困境 他将自己的所有压力都归咎于了高考 只要高考一结束什么都会消失 学农那天你那样对待一只蝴蝶 也是因为学习压力吗 见沈耀准备离开 桑老师拿出了他虐待蝴蝶的视频 沈耀顿时傻眼了 可他依旧强装镇定 你看错了 那不是我 说完他就离开了办公室 恰好跟李然擦肩而过 他没事吧 他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 与此同时 网上突然出现一条匿名帖子 上面爆料因学习直播而爆火的 十一班教师雷某 正是08年造成女学生郑某坠楼的老师 惨剧发生后不久雷鸣便营就辞职 离开了教育行业 可仅仅过了十年 他改名雷鸣又重回了教育界 帖子一出 不仅让雷鸣不敢走出家门一步 还将明龙中学推到了风口浪尖 雷鸣崩溃的躺在浴缸中 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指责与谩骂 恍惚间他的思绪回到了2008年 那天他正在教室上课 突然郑倩就从楼上跳了下去 摔在地上血淋淋一片 雷鸣跑下楼傻了眼 我们搬那个 你一直追老雷鸣 一周后志祥的王总接到举报 郑倩在跳楼的前一晚 跟雷鸣在教室里发生过争执 然后他衣冠不整哭着从教室跑出来 照片呢也被证实了 你确实对郑倩有过一些不当的行为 虽然警方已经认定是自杀 但这件事的社会影响非常患 机构决定开除雷鸣并让他公开道歉 以平息这件事带来的舆论压力 可雷鸣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你怎么不明白呢 这件事情如果真闹到开除那一步 那就是官方定性了 你一个污点老师 你告诉我你今后想不想吃教育的晚饭 雷鸣彻底崩溃了 他捡起郑倩送他的不股鸟凶针 我们就是实施 没有别的关系 网上匿名帖的出现 将08年造成女学生坠楼的雷鸣 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 这次还波及到了成语山 那个成语三不是很出名吗 说不定 谁啊 我 我说错了吗 大家都这么说 你们老师是害死人的为所难 李然正要挥去拳头 却被身后的小伙伴拦了下来 五人相信雷鸣的为人 怀疑是有人故意为之 就是想将十一班的所有人拉下神台 可唯一知道真相的雷鸣藏了起来 他们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同时雷鸣再次挽起了失踪 桌上还摆着缓解焦虑的药 可即便他隐藏的在身 记者还是伪装成外卖员敲响了他的房门 幸亏被雷鸣一眼识破 太惊了 哎当事人的独家大家都没抢到的吧 我就不信他不下楼 雷鸣打电话警告前台不准再透露自己的房间号 对不起雷先生 下不为例 怕了 有个叫李先生 一直在我们后台上同条信息 内容是雷鸣描述 再失踪 我们就巴克 很快这边的五人收到消息 雷鸣叮嘱他们这段时间 听桑老师的话好好学习 他过阵子就会回来 十年前的事 偏偏现在吧 我们先不管真相到底是什么 目标肯定是雷鸣吧 雷鸣要是毁了 谁最高兴 无庸置疑肯定是智想的王总 雨山猜测不假 王总还将楼夫校长约了出来 雨山决定先出击 他安排雨扬负责博客上的舆论 编小小负责校内网 江青朗负责贴吧 李然则负责追查匿名帖 既然雷鸣当年被全网网报 互联网上一定还存留着大量信息 他们要在这里面找到蛛丝马迹 经过他们没日没夜的排查 终于找到了郑倩自杀的真相 一条帖子上说他生前遭到了全班孤立 发帖时间还是郑倩去世后的两天 同时他们还发现谭老师是雷鸣当年的学生 跟郑倩还是一个班的 于是五人立刻找到他了解情况 谭老师讲述那个时候的雷鸣光芒万丈 许多女孩都对他有好感 郑倩是喜欢雷鸣的学生中最普通的一个 有一次谭老师发个说说雷鸣点赞 结果一个叫野独无人网名的人 就发私信过来狂骂他 那段时间他的作业本不是丢了就是被人刺了 墨水也撒了一桌 我查了好久都不知道是谁干的 直到那天谭老师在厕所遇到郑倩 他竟然用一种恶毒的眼神看着自己 真的不理解 是什么样的仇恨能让一个人用那样的眼神去看别人 谭老师并不惊讶是郑倩所为 因为他平时看起来就很孤僻 不过这就是他的性格原因 但是他是被你劈的呢 谭老师记得那天有位男同学 嫌弃他身上一股鱿鱼味 他二天在这儿吃烤鱼 你有病啊你 对 我有病 我远一点 从此郑倩就有个绰号叫烤鱿鱼 同学们纷纷对他避而远之 还经常对他恶作剧 郑倩都忍了下来 并且他还会省钱给雷鸣买礼物 雷鸣知道后很生气 开始跟他保持距离 结业聚会那天郑倩突然出现 还穿得特别鲜艳 可他的出现打破了屋内的欢声笑语 不好意思 走错了 那是谭老师最后一次见他 第二天郑倩就跳了楼 李然突然想起有一天晚上 雷鸣半夜冲进一个房间 在屋内不停翻找了什么 他看到了满箱子郑倩写给他的信 与此同时 学校就是否开除雷鸣召开了会议 一向支持雷鸣的楼副校长 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开除雷鸣 只有高校长为雷鸣说话 觉得不能因为几份未经证明的新闻报道 就直接开除他 此时萧主任站了出来 他称自己能证明新闻里说的都是真的 原来萧主任十年前在智晓实习过 出于对雷鸣的崇拜 他半夜想去请教一下 结果恰好听到郑倩跟雷鸣的对话 萧主任偷偷拍下了郑倩的背影 在查看相机时 还有两人相拥的画面 同时在郑倩坠落那天 萧主任就站在了雷鸣的身后 雷鸣在一条博客里 发现了郑倩留给他的一封信 当你看到这篇日记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日记里郑倩说明了自己患有抑郁症 在遇见雷鸣之前 他的生活里除了读书跟母亲 就是被人无视 不知从何时开始浑身酸痛 却找不到疼痛的根源 他每天每夜都睡不着觉 像是一只在黑暗中挣扎的蝴蝶 找不到前进的方向 他以前就计划过自己的死亡 也写过一书 但每次看到母亲辛苦的背影 他就咬牙扛了过来 期间有偷偷去过医院 可惜治疗的要太贵 他不敢跟母亲开口 他已经很辛苦了 说了你理解不了 我只能自己硬扛了 想着考上研究生 也许换个环境就好了 于是郑倩去了志祥上课 虽然他依旧身处黑暗 但遇到了雷鸣 如果没有你 我可能早就放弃自己了 你不仅关心我的学业 还一直鼓励我 给我自信 我知道 志祥从来就没有讲学机 你给我的讲学筋 都是你自己套的 雷鸣的出现 让他感受到了温暖 可周围人 对这个病的恶意太大 有一次他尝试 向母亲提起这个病 那不就是精神病 那是要被打的 是女的不 这要是被人知道了 那一辈子就夹不出去了 母亲还警告他 离这种人远一点 这让郑倩感到心灰意冷 如果我能早点知道 我是生病了 不是懒 吃鸣鸣茶 我是没出息 如果我能早点吃药 我会不会有勇气活下去 雷鸣将遗书的内容 告诉了郑倩母亲 她顿时崩溃不已 如果自己那天不说出那种话 或许女儿就不会想不开了 雷鸣来到郑倩的卧室 她最后的心愿是想跟自己拥抱一下 来告别这个世界 当时的自己却无情推开了她 看到天花板上写给自己的留言 雷鸣百感交集 原来当时的郑倩因为患病 彻底失去了爱自己的能力 她渴望得到爱 不管是哪种形式的爱 只要有爱她就有活下去的勇气 雷鸣却没有察觉出一场 她感到无比自责 躺在床上是她想象的自己 在郑倩跳楼那天赶去了顶楼 还佩戴上了她送自己的那枚 象征着传道授业的不顾鸟兄贞 我很喜欢 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了 以后绝对不要再送我礼物了 雷鸣主动张开了怀抱 想跟她来一个朋友间的拥抱 郑倩缓缓从上面走了下来 来到了有光的地方 雷鸣觉得如果自己以这种方式拒绝挣签的告白 或许就不会发生后面的悲剧了 女老师假扮成网友 偷偷给一名男学生发了两个月的信息 结果对方早就认出了她 是桑老师吧 被认出的桑夏有些尴尬 沈耀却在一旁讽刺 八位数的QQ号 八点后吧 这两个多月一有机会就给我去请心理输道 不是你还能是沈 桑夏卑微地求她别扇了自己 果然经过她两个月的付出 沈耀主动来到心理咨询室 一上来就讲起了故事 她讲述自己小时候 看到几个同学在玩一只蝴蝶 他们用刀割掉蝴蝶的一只翅膀 看着她痛苦挣扎 然后再剪断另一只翅膀 她看得有些可怜 就冲上前跟他们理论 结果被暴打了一顿 所以那天你在悬崖上罩住的 不是那只蝴蝶 其实是你自己 桑夏看出了沈耀一直在自残 就像当初那帮孩子伤害那只蝴蝶一样 你也试图救过她失败了 所以尽管你吃药 或者通过自我伤害的方式去疏解 但在你最深处的潜意识里 你还是会觉得已经没必要自救了 沈耀坦白自己每天都过得很累 身体也酸痛 她试过所有药 但只能管一阵子 而且副作用很大 发胖 失睡 发胖我可以锻炼 但失睡不行 可能就不能再做体育了 桑老师问她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 是什么时候 沈耀称是母亲生弟弟那一年 你和你弟弟感情好吗 我跟他有熟 那你有没有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她的存在并不会分走我父母对我的爱 桑老师听后给她布置了一个作业 去做几件她之前从没有做过的事 特别是生气的时候一定要发泄情绪 可沈耀从来没有发过我 就李然那样 沈耀的脑海中顿时想到了生日那天 母亲让她去酒店问父亲晚上回家吃饭嘛 听着屋内四指连弹的声音 她的心中充满了怒火 回想到这些的沈耀狠狠将这些年受到的委屈发泄了出来 晚上桑老师给她发出消息 告诉她抑郁的人之所以会生病 是因为他们熄灭了自己内心的怒火 她希望沈耀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情绪 不要刻意去迎合别人的心情 第二天沈耀照常来到咨询室 她告诉桑老师自己会经常幻想 如果她哪天从世界上消失了 其他人会是什么反应 抱头痛哭吗 我爸会跟别人说 其实我儿子特别特别优秀 我妈会想念我 看到什么东西都想到我妈 沈耀清楚的知道父母不会这个样子 她离开了还有弟弟可以完成他们的期待 沈耀坦白自己一点也不讨厌弟弟 反而觉得她比自己还可怜 因为弟弟现在才三岁 却每天都要上各种补习班 而等她长大后 这些课只会越来越多 她会比我快乐吗 我不觉得 那你有没有想过成为你弟弟的榜样呢 桑老师布置了今天的作业 让沈耀再碰到让自己觉得背叛和愤怒的事实 试着尽量去把注意力转移到 识别自己的情绪和想法上面 比如记录下是什么事 导致了她当时的情绪 这样可以帮助她更理性的分析自己的感受 也可以去做一些解压的事 桑老师让她有任何想倾诉的 随时可以走进这个房间 沈耀离开时说了一句谢谢 这表明她会慢慢改变自己 走到门口她注意到了一幅画 好奇的问桑老师这是什么 那就是一个网络头像 你把它贴反了 这幅画应该这么看 它在跳楼 而这幅画正是郑倩的网络头像 随着郑倩母亲公布了女儿的遗书 雷鸣也洗清了冤屈 学校也开始重视起了抑郁症 桑老师带领十一班的同学 在校门口发布有关抑郁症的传单 沈耀也主动走了过来 结果她手中的传单发了起来 同时另一边的肖主任 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 当初要不是她曝光了 雷鸣跟郑倩拥抱的照片 雷鸣也不会被网爆十年 高校则特意给桑夏批了一间办公室 让她为更多孩子进行心理疏导 结果网页一点开就预约满了 随着寒假的到来 雷鸣给每个家长留了一个作业 边小小用辛苦攒下的钱 给父亲买了一件衣服 不许不要 我自己存钱买的 第一个作业 找机会给你的孩子一个拥抱 什么时候我就说 他们会知道 父亲欣慰地抱住了女儿 这让小小也感到无比幸福 雨扬被母亲拉着来到了菜市场 母亲一想到雷鸣的叮嘱 要多在公共场合夸赞自己的孩子 于是她逢人就夸儿子孝顺 站在一起的雨扬 听到母亲的夸赞 内心感到很开心 雨扬在家干活时 母亲一有空就会过来陪着她 连弟弟也加入了进来 她还偷偷将继父酒瓶里的宝贝 换成了自己的怪兽玩具 这让继父在招待客人 拾出进了洋校 雷鸣布置的第四个作业 是让自己的孩子做一次家长 江青朗在除夕夜的饭桌上 让母亲今天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能发脾气 而父亲需要全程不看手机 父母一开始答应的好好的 可父亲的手机一直响得不停 父亲不顾儿子的感受 来到外面接听了一个女人的电话 母亲仿佛是见怪不怪 淡定地切了一块蛋糕给儿子 随后给自己也切了一块 江青朗看到母亲实在强装镇定 她感到很难过 随着烟花的绽放 新的一年也到来了 桑老师在群里发了五位同学的期末成绩 为了庆祝大家成绩又进一步 桑老师在群里发了很多红包 雷鸣则闷头在群里抢红包 这引起了桑老师的不满 雷鸣你不发就算了 要点脸不还回来 过完年后 雷鸣带着李然跟程宇山来到北京 参加天意计划的面试 刚抵达酒店 就发现群阳跟江青朗也偷偷跟了过来 可酒店只剩下三间房 江青朗群阳又不在计划之内 这样吧抽到大小王的和我一见 你们两个不用抄 接过指牌的桑夏明显有些不开心 她还幻想着跟雷鸣共度二人世界 可惜房间里多了一个群阳 放完行李后 雷鸣计划带几人去参观他的名校 雷鸣凭借学生证顺利带几人进了校园 每到一处地方 大家都想进去参观一下 雷鸣却一直前进 雷鸣带着几人来到一处食堂 称在清北最适合自习的地方不是图书馆 而是地处学校复部的这个食堂 四通八达去哪都进 过了饭点食堂阿姨不会关空调 这里的网络还被几个计算机器的学生改造了 网速全校最快 更重要的是 到了饭点就能吃到刚出锅的第一口卤子 此时一个王华版的女孩 从成羽山的身边路过 一瞬间她仿佛在对方身上 看到了自己以后光芒万丈的样子 雷鸣又带着几人路过一个篮球场 在这里啊 最受女生欢迎的男生都在那儿 大家正准备跟随雷鸣走进瞧一瞧 身后的边晓晓突然脱离队伍 趴在围栏外看起了帅哥 江青朗发现后立刻将他叫了过去 在这儿啊 比肉体更性感的 是蛋 没错 每年脱单率最高的就是机械手的同学 李然瞬间被这个场景触动 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样子 再告诉他一定能考上清北 今天逛清北 怎么说呢 我还挺想在清北有个好伴 我也是 炫耀 你也在这个考场 我听说你有个哥哥 他也考过天一 听说还是第一名呢 对啊 你有什么经验 你把这儿传出来 两人又拿着各自的奖状 在外面等待面试的通知 有奖状好多啊 有奖状吧 哇塞 你看他 那么多奖状 看着手中少的可怜的荣誉 雨山不好意思的将他塞进了笔袋里 李然则一直注视着三号考场的情况 终于沈耀从里面走了出来 谢谢老师 有请你 有请你 李然默默地低下了头 沈耀却主动来到她的面前 在她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 她说最右边的方老师是周口老师 要小心回答她的问题 三考场五十八号考生李然 四考场六十二号考生陈雨山 你可以进去了 两人各自走到了考场门前 相互为对方在心里打气 李然一进去就显得十分紧张 老师看了她的报名资料跟成绩单 发现她用了半年多的时间 提高了三百多分 虽然这个成绩很优秀 但和其他考生相比 她的实力并不突出 我们想知道的是 为什么选择清北 同时雨山这边也被问到了同样的问题 两人都不约而同的谈起了雷鸣 他们一开始根本没想考清北 甚至没想过参加高考 但这只是在遇到雷鸣之前的想法 最开始 所有人都以为她是个骗子 因为连父母都不相信 我们能考上大学 她却拿着一根枯树苗 站在那儿 像个渣男一样发誓 说要把我们这些垫底生送进清北 当然没人心 她不管带着我们闷头往前冲 这个人很奇怪 抠得要命 但会给我们发奖学金 明明可以建好就收 但是为了我们 她可以跟以前的东家翻脸 违约 赔钱 她把房子让给我和奶奶住 又怕伤我的自尊 又说高考考不好 回来收我的房租 她口口声声说的这个世界的不公 但是对我们 她又做到了最大的慷慨和公平 她是清北毕业的 她说 清北给了她跑道 也给了她地气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清北到底有什么能耐与魔力 可以培养出这么一个有意思 又有能量的人 就算没有考上清北 她教我们的 这辈子都不会忘 与此同时 在酒店的边小小 正在屋内为一考做准备 江青朗突然走了进来 原来她这次偷偷来北京 就为了参加一个歌唱比赛 可在选歌环节遇到了问题 竟然犯了选择困难 你这不巧了吗 我专制选择困难症 江青朗看到雨山梅在房间有些失落 但还是将每首歌唱给了小小 结果两人一拍即合选了同一首歌 一开始江青朗问她 会不会来现场看自己演出 小小显然有些受宠若惊 同时另一边 雷鸣在地上铺了个床 让桑夏跟雨扬睡床上 然而桑夏大半夜却打扮性感 拖着行李准备去外面住 雷鸣感到一头雾水 偷偷趴在窗户上偷看 竟然看到桑夏上了一个男人的车 看到对方回了头 雷鸣连忙关上了窗帘 躺在床上的雨扬连忙闭上眼 第二天雨扬提着一袋特产 找到了一个叫吴凡的朋友 原来当年他遭受霸凌 被人当靶子练球时 是吴凡的出现将他就出了深渊 球机这么烂 还敢穿贝克汉姆的衣服 结果吴凡为了保护他 被一群人揍了一顿 雨扬心疼的给他擦拭伤口 你又没错 你到什么线啊 再次见面的两人还是分外亲切 听说雨扬目前在十一班 还准备冲刺青北 吴凡为他感到骄傲 只可惜到时候不能去接他了 因为吴凡答应了母亲毕业后就回家 雨扬感到一阵失落 另一边的雷鸣 将好久没见的朋友约了出来 但一开口就是借钱 大家多少贡献了一点心意 可离三百万还差的太远了 雷鸣正失落的回酒店时 突然在地铁站看到了正在发传单的叶超 而叶超就是当年跪在地上 求雷老师帮忙垫付大学学费的学生 发现他现在已结婚生子 却依旧一事无成 雷鸣知道他一直不联系父亲 不是忘恩负义 而是怕让他打到失望 我爸呢去年走了 临走的时候还念叨你呢 他不怪你 将来有空回了行州啊 抽空去看看他 给他上书香 在他的眼里 你过得平安健康 别混得好重要 听到恩师去世的消息 叶超像个孩子般大哭了起来 江青朗来到北京参加了歌唱比赛 晓晓也赶去现场为他加油打气 江青朗特意在唱到一半时cue了晓晓 这首歌要送给我台下的伙伴 我的同学 我的选择困难症终结者 别晓晓 愿谈话永远掉些 愿我们永远深信一遍 突然的惊喜让晓晓感动不已 第二天轮到了晓晓的依考 可他看着台上的考生不是飙高音 就是跳芭蕾 顿时有些自卑 终于轮到了他 如果站在舞台上 却发现世界很大 但我太普通了 那怎么办 世界那么大 但我们敢去闯一闯 就已经是一件很酷的事 不是吗 就在他无比慌张时 江青朗的声音回荡在了耳边 这给了他莫大的鼓励 他开始自信满满的念出了自己写的诗 结束完忙碌的比赛后 桑下请各位去了当地最火的饭店 这不是那个百姓点评上超级火的那家店吗 这样的安排让众人十分满意 可还未走进包厢 门口就站了一排的服务员热烈欢迎 还拉起横幅住十一班的同学们金榜拼命 原来桑下是连锁饭店的长公主 这次特意用了假名订餐 没想到被眼尖的表哥认了出来 由于桑下多年没有回到北京 亲戚们热情的款待了他们 桑父还拉着雷鸣小酌了几倍 雷鸣喝得迷迷糊糊 当场发表了感想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但我有五个好学生 我还有桑下 这让桑下听了有些脸红 随着寒假的结束 众人也返回了校园 然而一开学就被当头一棒 班里的物理老师开始明示班 选择退出十一班 教宇文的谭老师 因为教了男朋友准备去往新加坡 而数学老师因突发心梗住院 无法继续教学 眼看语数因三门支柱少了两门 桑下不知如何是好 好在书本上的知识点差不多已经教完 雷鸣想出了一个缓兵之计 针对语文他让五人默写摘抄自主复习 不懂得可以与远在国外的谭老师沟通 数学物理则由雨山跟李然带队进行教学 其他科目则让五人利用晚自习时间 去到别的班级以老师的方式进行教学 教会别人的同时自己也能巩固知识 桑老师看到五人认真学习的样子 感到很欣慰 只有江青朗有些不在状态 原来江青朗在歌唱比赛上获得了第一 却求主办方给了他一个第二 因为第二的奖品是两张情侣机票 他想给父母让他们出去玩一趟 其实他早就知道父母在一年前就离了婚 只是怕影响他的高考才瞒了下来 同时主办方邀请他进入梦寐以求的训练营 但档期三个月还是全封闭训练 恰好跟高考冲突了 他一时间难以抉择 身旁的小小听后 鼓励他去做想做的事 雷鸣那边自己会替他打掩护 很快江青朗在父母结婚纪念日这天 做了母亲最爱的春卷 还强调这是他从父亲手中学到的技术 明里暗里的让两人想起从前的美好生活 两人听后却是五味杂陈 江青朗也趁机拿出那两张机票 想让父母在旅游中就情重燃 然而两人假意跑去机场拍了一段出发的视频 却偷偷躲了起来 这被江青朗发现 他也开始摊拍自己知道两人已经离婚 爸 你跟顾阿姨是正常恋爱 你每次搞得跟偷情一样 你们难受 我也难受 江青朗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 眼见至此他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想放弃高考参加说唱歌手训练营 还没等父母开口 他就头也不回地冲进了房间 将自己反锁了起来 沈耀跟李然都通过了天意计划的面试 但学校的名额只有一个 沈耀父亲为了替儿子争取道 开始当场贬低李然 这两个孩子呀 一个呢是一直保持第一 一个呢是从倒数一直逆袭上来的 一时兴起 灵石抱佛脚的投机者呢 比比结实 我们家耀耀一直认识学习 坚持投身公义 我觉得这样的孩子 应该才是比较稀缺的那种 雷鸣实在听不下去 打断了沈耀父亲的讲话 他表示天意计划的初衷 是想给那些没有翅膀的学生插上翅膀 而不是给那些已经有了滑翔机的人 在天意队 看到主办方一言不发 李然的脾气顿时上来了 他认为自己的方面都没有沈耀优秀 却要坐在一起工人选择 这还用选吗 按你们的标准 我就是个炮灰 所有逆袭上来的都是炮灰 察觉到言语过激后 他连忙道了歉 紧接着从办公室跑了出去 雷鸣在一处河边找到了李然 李然心里很是委屈 为了考上清北 他熬夜刷题背书 终于成绩一步步上来了 可还是有察觉 他跑去参加了物理竞赛 没过他又去参加了机器人比赛 结果走运拿到了天意计划的面试资格 他一步步走到今天 真的以为离清北只差最后一步 结果到头来 学校只有一个名额 要在他和沈耀之间 选一个综合素质家庭背景都更好的 兜了这么一大圈 最后还是要比那些我生下来就没有的东西 雷鸣没有说话 而是从怀里拿出了一份天意计划确认书 原来李然离开后 雷鸣花了许久才说服主办方 让两个孩子公平竞争 你跟沈耀都过了初选 接下来就是同一赛套 剩下的唯一考核标准 就是你们物理两次模拟考试的成绩 只要你能考过沈耀 天意计划的名额就是你的 可李然显然没有信心 雷鸣鼓励他放手一搏 然而李然刚攒起的勇气 再一次被沈叔叔吓退 他将李然邀请到一家高档餐厅吃饭 首先夸他仅用了一年时间 就追上了沈耀十几年的努力 其次提到去了北京上学 那边的开销很大 不是他靠兼职或剪破烂就能维持的 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 你让一个老人 怎么享受你给他的好日子 李然天意计划不是保送 只是低于高考录取限三十分 虽然沈耀能够裸分考上清北 但既然大家都知道 他参加了天意计划的面试 他就必须拿下这次名额 如果你现在退出的话 沈叔叔给你一个承诺 无论你今后上哪所大学 四年的学费 你和奶奶的生活开支 我负责 直到你找到工作为止 看到对方掏出了一张银行卡 李然顿时五味杂陈 他渴望考上清北 但奶奶的年纪已经太大了 不能再跟着他过着苦日子 李然收下了那张卡 可一回家就遭到了奶奶的问责 奶奶从雷铃口中知道的事情经过 再看到孙子坐沈耀父亲的车回来 他就明白了对方什么意思 奶奶顿时气的喘不上起来 你不要再吃这个药了 我都查过了 这个药根本就不顶用 你要治你这个病 必须花钱去大医院 我是什么病啊 我好得很 李然早就知道奶奶患了慢性肾衰竭 你要是把存折里的钱 都给我交学费的话 我以后就没有奶奶了 李然决定推出天意的名论 他打算凭借实力考上北京一个不错的学校 到时候奶奶不要出去工作 就留在北京用这笔钱好好治病 看最好的医生 可奶奶听后气愤的折断了银行卡 我就是病死了 我也不花这个钱 李然感到很是疑惑 晚上他睡在床上辗转反侧 起床喝水时 发现奶奶不在房间 他连忙跑出去寻找 结果在一处垃圾桶旁看到了正在捡瓶子的奶奶 李然心疼的脱下外套给奶奶披上 并帮他采瓶子 奶奶这事才说出了原因 你知道李亚老子为什么没有考上大学 你提他干什么 原来李然的父亲是个学霸 然而高考前三个月 李然爷爷查出得了肺癌 家里掏空了积蓄为他治病 就在快露宿街头时 沈耀的爷爷出现了 借给了他们一大笔钱 李然父亲激动的跪在地上道歉 然而沈厂长的一句话让他哑口无言 沈公达这个特赵名额下来了 符合条件的 只要沈浩和光临 学校那边呢 我的道好招呼了 只要光临 表个他 愿意揣出这次 沈公达的特赵宣布 这个钱呢 就算我一点心意 奶奶立刻将这笔钱还了回去 他就算吃了上顿没下顿 也不能毁了儿子的前途 没想到沈厂长开始给他们洗脑 一家子负债 就为了念这个大学 先不说老李的兵 能不能等 是一回事 就算你大学念出来了 不吃不喝 要干多少年 才能扔到这个钱 他承诺只要愿意让出这个名额 自己会支付全部的医药费 再给李然父亲在厂里面安排一个技术工 分一套三局势 就光临着哪带光 这知识 这学问 五年之内做到主任 绝对没有问题 面对如此诱人的条件 李然父亲最终妥协了 那我想好了 不是这种哪的 这句话 从奶奶口中知道真相的李然 马不停蹄地跑回了家 她在床底下找到了父亲留下的手表 当初父亲受伤后 整天使唤李然给她买酒 李然戴上耳机没有搭理她 一直看漫画书到晚上 结果奶奶走过来告诉她 父亲独自去买酒出了车祸 整个人被撞到了桥下面 李然找到桥上看到父亲的尸体 内心五味杂沉 这只表示父亲留给她的唯一面相 李然在心底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她将沈耀约了出来 我爸让你退出的事是吧 别理他 挺无聊的 你爸不是无聊 是无耻 李然今天就是想告诉沈耀 后面两次摸底考 他没考过的话他认 但是他决定不会放弃这次机会 我爸输的那次 我会替他赢回来 好啊 加油 与此同时 江青朗决定放弃高考 找到高校长想要请假去说唱训练营 不料价条上伪造的签名 被高校长一眼识破 江青朗还想狡辩 可高校长让他以学业为重 还有一百天就要高考了 不想看到他一年的努力 在最后一刻泡汤 你妈同意我的屁 我同意高校 看到母亲突然前来 还在价条上签了字 江青朗顿时有些猛逼 原来母亲早就发现了儿子的报名表 还偷偷跑到现场看了儿子的比赛 看到儿子闪闪发光的样子 他实在没有理由去阻碍 从小被家人安排着长大的母亲 很欣慰儿子能在18岁那年 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支持江青朗去追逐梦想 并给他休学一年 但有一个条件 不能从家里要钱 他想看儿子是否能用梦想养活自己 江青朗接受这个挑战 他让母亲别再跟父亲扮演恩爱夫妻了 还有父亲找的那个女人 不仅不漂亮还是个缠人精 我跟你说江川以后有的他生物 不像你 有一个马上要成为rapper的儿子 又能赚钱养家 还能给你写歌 你说是吗 我已经想好了 以后呀 要是每天没有你揪着我耳朵骂 我还真有点不适应 所以你们离了 我就跟你过 江青朗自从进入说唱训练营 就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他逐渐变得不自信起来 而在最近的一次比赛中 他直接唱到一半逃离了现场 这让台下的母亲失望极了 回想儿子在海选时的意气风发 到如今坐在后台双目无神 于是忍不住让他退赛 可这也激起了江青朗的反抗心理 表现得不好就直接腿散 你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过要支持我吧 说什么给我一次自己选择的机会 给我一年考证期 你今天来就是想看我出球 然后证明你才是对的 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可以 是不是 母亲告诉儿子 当初让他按照自己心意选择一次 是想看到他在追梦过程中有所收获 可如今唱歌变成了一件令他痛苦的事 天天把real放在嘴边 怎么到了这儿 为了配合人家主办方 你的real呢 我怎么不敢real了 江青朗紧记母亲的教诲 他是不再迎合主办方选歌 而是掏出了一首自己原创的追梦之歌 他的这次比赛 还引起了学校的关注 十一班的同学也站在大屏幕前 观看起了江青朗的表演 江青朗擅自改词 让幕后的工作人员顿时乱了头 现场的观众跟评委也感到很疑惑 但他自信又勇敢地唱出了自己最真实的声音 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激情 还让操场的同学们嗨到了极点 我终于能够站在这舞台的中间 不会再继续在意他人的目光 不会让他变成中间一场的梦妆 现在让我已经学生在发生一场 爸妈请不相信 昨夜天我会一面独当 That's true, no pain, no gain 但我想说好气还在后面 我也不爱什么今天跑去构签 只有最纯粹的热爱 I don't need no faith 所以那是wanna be be what I wanna be 记录 成长成为自己心中的的意 对你是爱我的人 对你亲自亲 我对你学习还是让我拿着一百分之力 现在我站在这儿给自己开个讲座 人生这片狗狗的海域就由自己掌舵 我想再去浪费一天时间把生命我过 是为了证明这个世界我曾努力闯过 我想要改变命运的勇气 就算渡行也会前行 别会说一路的风景 没有遗憾 不会运行 江青朗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 让全校师生激情澎湃 只是羽阳好奇是谁在大屏幕上放了这段视频 而此时在广播室的一名男同学 叮嘱身边的两位女生 江青朗一曲唱完后 台下的父母早已泪流满面 二摩放倒那天 沈耀重回了全校第一 物理也比李然高出七分 李然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两次总分不能超过沈耀 天一计划的名额就没了 同时成羽山虽然是十一班的第一名 但分数没有超过六百 离清北的距离还很遥远 眼看离高考还剩七十天 所有同学都变得焦虑起来 这让桑老师的心理咨询是挤满了人 雷鸣来到教室 看到四位同学也开始情绪低落 于是临时改课 开始教同学们如何对抗焦虑 他给每人发了一张纸 让几人将焦虑的事情写下来 四人不约而同的写了没有老师上课 雷鸣知道几人是在担心分数 于是让他们在做题时遇到胡思乱想 就起身做几个俯卧撑 遇到没有胃口吃不下饭 就先找点顺手的事情做 坐着坐着自然就饿了 如果半夜睡不着 那就 先别睡了 起来 刷套题看极漫画 听首歌舒展筋骨 就是不要起来玩手机 久而久之焦虑就会消失 在学习上呢 我也只能帮你们这么多了 剩下的部分 那是桑老师的处长 紧接着桑老师带四人去骑了单车 一路上享受惬意的威风 同时身体还会产生一种内肥态的激素 当运动达到一定量的时候 身体产生的肥态效应是能愉悦神经的 运动完后 桑老师又带几人去了解压馆 四人将球砸向墙面的那一刻 也将心底压抑许久的情绪释放了出来 虽然考试的压力下来了 但目前十一班没有老师上课 他们还是很难提高成绩 这时高校长走了进来 谁说你没有老师的 毕老师 沈老师 苏老师 贾老师 杨老师 卢老师 都是来给大家上课的 高校长解释自从十一班缺老师 肖主任不管放假还是休学 都在他办公室门口堵着 让学校一定要给十一班安排老师 此时肖主任走了进来 为十一班带来了许多教辅资料跟试卷 做完这些的他 转身向雷明道了歉 那什么 之前挣歉的事 是我冤枉你了 对不住啊 两人的关系也冰释前嫌 雷明感谢大家的仗义相助 但十一班目前不缺老师 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更适合四位同学的教学方式 那就是小蜜蜂学习法 他让四人像蜜蜂出去采蜜一样 根据喜好挑选老师听课 成羽山的语文文言文最弱 他每周三周四都会去桃李一班 上黄老师的课 因为他的语文功底全校最强 他的课就是干货太多 略有些枯燥 不过正适合成羽山现在的情况 已然物理好化学差 需要找一个既懂物理又懂化学的老师 于是他去上了桃李二班杨老师的课 与杨文科基础扎实 但地理一直没有突破 雷鸣让他去上了松柏一班马老师的课 编小小数学基础太差 雷鸣觉得他应该先把基础打猫 适合去上松柏五班好老师的课 雷鸣独创的这种教学模式 引起了高校长的兴趣 他觉得不能只有十一班的人搞特殊 要搞他们就搞一个大蜜蜂 所以雷老师桑老师 如果把你们十一班目前的教学模式 在全校内推行 你们有什么具体想法 很快全校学生根据老师的开课自行选课 不用像之前那样在自己教室那样一待就是一天 还能在集体学习中优势护股 老师们则需要拿出自己最擅长的教学方式 吸引各位学生慕名而来 随着教学模式的更换 楼副校长也忍不住放下行政工作 重操就业上起了课 同时胡老师出院后回到十一班上课 看到教室里挤满了人 他的强迫症都被治好了 另一边的高校长 注意到每个班的同学 都将区分尖子班跟普通班的班牌掩盖住 他内心百感交集 为了减少学生们的压力 高校长还带着一群老师熬夜编排了支舞 看着视频的同学们都激动的笑容满面 学霸为了报复出轨父亲 特意考了全班倒数第一 就为了让他在客户面前丢进领面 不久前为了给父亲挑选生日礼物 沈耀跟随母亲来到了商场 可就在母亲选中一款运动手表时 服务员突然改变口径 对不起啊女士 这款表刚刚已经被预定出去了 沈太太转头时看到了自驾司机 旁边还站着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 她立刻明白了过来 眼光不从 但你总不合适 怎么就不合适了 先来后到 我们都要刷卡吧 沈太太看到对方如此嚣张 果断掏出一张卡让服务员结账 这只表她是在必得 没想到秘书却露出一脸不屑 还故意摸了摸肚子 沈太太顿时变了脸色 一旁的沈太健壮立刻上前夺走了司机手中的卡 还称这张卡是她父亲的家庭联合卡 只有家人才配用 对了 回头记得取商表送到家里去 沈太太刺激一番后让母亲先走 却把秘书气得半死 回到家后 沈总表现出很喜欢妻子送的礼物的样子 她已经知道了白天发生的事 觉得没必要再瞒着妻子 于是坦白跟秘书已经在一起有段时间了 但没有给她买过房子 也不会让她取代正妻之位 沈太太也觉得丈夫很是可笑 沈总继续PU妻子 夸她虽然将大儿子教育得如此优秀 学校永远考第一 但在别的方面 没有一件拿得出手 沈耀听到这话又控制不住情绪 将指甲抠进了肉里 因为她知道母亲曾经是沈花华队的队长 可结婚后丈夫不喜欢 觉得这是一项取悦人的运动 这才留在了家里相夫教子 她看着面前的父亲 只觉得甚是可怕 沈太太这次也不再顺逢丈夫 决定不参加她下周的生日会 很快三抹考试开始 雷鸣拿到成绩单后 激动地念给四人听 程玉山考了669 宇阳621 边小小534 李然也考了652 那那沈耀呢 沈耀来到了父亲的生日宴 孤零零地坐在饭桌上 听着父亲不停吹嘘着她在学校多么厉害 三拨的成绩是不是出来了 你自己跟叔叔阿姨们汇报一下 沈耀喝了一口橙汁鸭鸡 将只考了397分的成绩单摆在了父亲面前 还强调自己这次是全班倒数第一 而她物理只有61 已经错失了天意计划的名额 别惊讶 天天比赛 一直得第一也挺累的 沈耀借着生日宴说了几句心里话 她谈及父亲每年要过三次生日 一次在家里 一次给业务 还有一次陪秘书 至于明年是给谁过 我也不清楚 沈耀来到罗阿姨面前 她之前是父亲的秘书 也给父亲做了三个月的女朋友 听说马上提副总了 沈耀你过分了 沈耀又来到和副总夫妇面前 两人是在自己父亲撮合下在一起的 您和我爸谈恋爱的时候 他也没闲着 无缝衔接到现任女朋友 对了您知道吗 那女孩刚刚怀孕了 不过没关系 我爸也不爱她 就是想让她再给她生一个儿子 父亲气愤地将巴掌伸向了儿子 却被沈耀死死握住了手 周围的同事连忙劝你 打 打 沈耀知道父亲一直为儿子 承绩好懂礼貌的骄傲 他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 他坦白自己在学校欺负同学 重度抑郁 每次见父母吵架 看到父亲跟别的女人出去 他都躲在地下室伤害自己 你现在还觉得 自己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吗 沈耀称自己已经跟学校坦白 现在是留校查看 同时秘书也冲了进来 他一杯水泼在沈总的身上 我告诉你 是别想到我来的 不久前雨山的继父公然来到学校 将李然叫出了教室 原来李然上次跟踪继父时 不小心将钱包落在了地上 那了半天 是长雨山在学校的想讨啊 继父趁机找上门威胁李然 这是寻衅滋师 花号飞 包扎飞 医药飞 营养飞 就三天起 下周给我送来 再过几天就高考了 到时候要是备个处分 以后 别跟着雨山瞎昏 我指指甲的财力 我已经熟了 疯了吧 李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雨山 而是谎称 季父只是来归还她的钱包 但雨山一回到座位 就收到了季父的短信 警告她别将这件事告诉她母亲 不然就让她参加不了高考 你要是敢说 我就把你的视频都发出去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名声扫地 而李然放学后越想越起 再次跟踪了雨山季父 却中途被人拉进了一个巷子 雨山很气愤李然的举动 让她将兜里的武器拿出来 我告诉你李然 人没死 重伤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人死了 无期 或者是雌刑 雨山提醒她 马上就是高考了 希望她不要因为自己分了心 李然心疼地看着她 这个时候因为这些不重要的事情掉链子 你的事怎么不重要 雨山将季父发来的威胁短信 拿给了桑老师跟雷宁看 她本来打算一直忍到高考结束 但是没想到李然知道了这件事 我怕她做出什么傻事来 现在是最后冲刺了 她好不容易拿到天意的资格 我不想让她因为我 因为这件事情耽误考试 雷鸣将李然叫到了办公室 李然解释自己没有想过伤害雨山季父 她之前去警局报案 得知这种事需要证据才能立案 所以开始跟踪雨山季父 想摸清楚她什么时候不在家 好溜进去拷贝她电脑上的证据 那你怎么不跟程雨山说呢 我怕她担心 雷鸣听后决定加入这个计划 帮助雨山找到季父电脑里的证据 很快李然给季父发去短信 让她来面馆拿钱 看到她出门后 李然穿着维修工人的衣服走了进来 雨山将她带进了屋 这边季父来到面馆没看到李然 正要发短信询问情况 身后的雷鸣叫了她一声 雷鸣付完钱后 拿出一份保证书 让她在上面签字 保证在高考前不再打扰雨山跟李然的学习 季父听后瞬间泼皮起来 亮出身上各个部位的伤 雨晴子下不去啊 都是那小子打的 雷鸣为了拖延时间 执意让她收下这笔钱 预感不妙的季父 返回饭桌继续给雷鸣掰扯 还当即决定叫上李然一起去报警 我是不怕把事情搞大的 还是一坨的情 与此同时 李然没在电脑里找到证据 此时门外还传来了脚呼声 两人正想躲藏起来 推开门一看竟是弟弟 其实知道你们俩人的照顺 弟弟在柜子里拿出了那张光铁 李然拿到后快速跑了出去 然而她离开时 被继父看到了背影 刚才出去那个人是谁啊 哎呀 那我就是一个修工条的 楼上姑娘又坏了 好在弟弟及时出来解围 然而忙活了一大圈 李然将光盘插进电脑室 却发现里面空空如影 没想到继父早有准备 而她为了将雨山赶出这个家 给妻子看了几张照片 称雨山现在处于青春期 再往上叛逆叛逆就行了 可是上个礼拜五你不在家 怎么了 雨山敲门说要零花钱 我想这零花钱能够给得起哦 可是她张嘴就是五千块 这我能给吗 我就叫她出去 她直接把外衣脱了 拿起手机就转一拍 如果我要是不给钱 她就把照片发到网上 是我扫扰的 为了让妻子相信自己说的话 她称上周给雨山的五千块 被她放在了书包里 一个白色的信封里 成母半信半年 于是深夜潜入了女儿的房间 果然在书包里 看到了一个白色信封 十一班终于迎来了高考这天 然而李然却因为奶奶病情 迟迟没有来到考场 这让雷宁星提到了嗓子眼上 不久前雷宁为了让雨山安心考试 将一切真相告诉了她的母亲 母亲听后无比自责 如今能帮到雨山的只有她了 母亲记得丈夫从来不用优盘 前两天却突然在钥匙上挂了一个 于是她将证据交给了警方 很快警方来到棋牌室准备逮捕 可是到如今她还在狡辩 她就是想让我们这个家散了 阿俊 行 行 那你说清楚了 你为什么要在雨山的房间 装侧下头啊 没想到妻子当场拆穿了她做的仇事 你们两个白眼狼啊 是我的住我的拿我的 现在又来猜疾我 怎么 盯上我的棋牌室了 盯上我的房子了 我告诉你们 没有我 你们两个早就饿死了 我看你以后怎么活 走 没有我 没有棋牌室 你们两个拿啥挣钱 啊 去卖 这句话激起了小儿子的怒火 他一把将父亲推开 警告他别想羞辱自己母亲 你姓周 我不姓周 你不是 看着 看着 看着走 继父被带走后 母亲不停向雨山道歉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你 临近高考 所有同学都在家养精蓄锐 雨阳的母亲交了一个新男朋友 跟她父亲也达成了和解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 让雨阳感到很是幸福 小小的姑姑为了祝贺她高考顺利 拉着几位邻居秀了一副金榜提名的吉祥图 这让小小感动不已 自从继父被捕后 雨山的母亲每次进出家门都小心翼翼的 生怕打扰了在屋内学习的女儿 弟弟也懂事的捏手捏脚 很快来到高考这天 所有家长都在门口送别子女 谁要谁要 你从中央 然而雷鸣一直没有看到李然的身影 拨打电话也无人接听 他将其他三名学生送进考场后 突然中暑晕倒在了地上 原来三天前李然的奶奶 因为尿毒正住了院 他无人依靠只能联系雷鸣 并让她别将这件事告诉孙子 雷鸣 让我耽误了 我不能再耽误孙子的前途 雷鸣虽然答应了奶奶 但在手术前 还是将这件事告诉了李然 考不上大学的遗憾 里面就能补上 人家人有关的遗憾 一旦错过了 一辈子都没情况 三人一直坐在手术室前等待 终于医生从里面走了出来 雷鸣听医生说 奶奶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 慢性肾衰竭的末期 也就是俗称的尿毒症 目前虽然一切正常 但还是得尽快安排肾移植 越快手术越有康复的可能性 肖主任看他脸色不好 让他快回去休息 雷鸣却坚持要等到李然出现 然而离考场关闭 仅剩五分钟 也不见李然的身影 就在他感到心急如焚石 终于看到了被交警 护送过来的李然 原来奶奶在病床上苏醒了过来 可他睁开眼的第一件事 就是提醒孙子去参加高考 李然为了不让奶奶失望 最终出现在了考场 看着这一幕的雷鸣百胆交集 可下一秒 他回想起五人在参加高考前 向自己索要了一份成人礼物 礼物呢 我们已经给你想好了 不花一份钱 也不累 我们就是想 看你跳个舞 什么没有 老雷 能不能就给我们 跳一次 而且是得特别惊艳的那种 如果我们都能顺利考完高考 他看向一旁的桑老师 两人不约而同地苦笑起来 拍毕业照这天 十一班的人站成一排 却迟迟不见雷鸣的身影 而雷鸣扛着一台录音机 跑到了顶楼 十一班的弟子们看这里 哇那什么东西啊 这十一班的雷老师啊 哇雷老师 随着音乐的响起 雷鸣在楼顶跳起了女团舞 他戴着领带穿着黑丝 蹦蹦跳跳的样子 让五位同学笑开了话 这也是雷鸣送给他们的成人礼物 来到拍毕业照环节 李然跟玉山偷偷脱下外套 哇你们俩穿起理装 哇 有情况 手怎么了手毕业了 原来李然在高考前鼓起勇气 走向前告诉玉山 如果这次物理最后一道单选题 都做对了 他们就在一起吧 考试结束后两人就对起了答案 最后一题 第一 第一 离高考放榜还有几天 李然奶奶胜移植手术配型成功 边小小去乡下看望了父亲 江青朗正在准备下一场比赛 来到放榜最后一天 雷鸣比谁都紧张 他带着桑老师来到了父亲留下的老房子 自从李然跟奶奶搬走后 他就准备将这里卖给郑妾妈妈 郑妾妈妈手中有一笔志祥的赔款 雷鸣又拿着那笔赔款偿还了志祥的违约金 他已经将房子打扫完毕 就等着郑妾妈妈过来重新装修 雷鸣一直盯着墙上的时钟看 还剩八分钟两人就开始心急如焚 桑夏为了让他放松 开始聊起两人第一次见面 就是在这间老房子里 可惜雷鸣正眼都没看他一眼 雷鸣则问他带十一班这一年 最难忘的一颗是什么 桑夏提起了那颗小树苗 看到他不仅没被雷鸣扔掉 还茁壮成长了起来 那一刻他知道自己没有看错人 桑夏将同样的问题抛给了雷鸣 雷鸣说元旦晚会那一次 自己请来了人造银河乐队表演 然后看着他跟五个孩子 在台下那么激动的样子 那一刻他感到很幸福 雷鸣准备等十一班结束后 继续从事教育行业 他邀请桑夏跟自己一起 桑夏答应了 怎么还有一分钟呢 终于来到十二点 雨山激动的告诉李然 他考了六百七十七 陈雨山 七百零五分 恭喜哥奶奶 老天有眼的 老天有眼 我的宝贝啊 老天 十一班每个人都取得了飞跃的成绩 陈雨山第一考了七百零五 李然考了六百七十七分 边小小也考了六百一十三分 全村最高分 是那个边贵新家 边小小 小小成了全村最有出息的孩子 还有一个雨阳 陪父亲跑了一晚上的长途 从来没跟你跑过车 也不知道你这么辛苦 父亲很欣慰儿子的改变 可惜一路上手机没有信号 无法查询高考成绩 父亲只能拉着他到处找信号 六百三十二 六百三十二 这么高 我做的份 六百三十二 杨阳 杨阳 这么多年 你辛苦了 我做的份 郑倩妈妈盘下雷鸣的房子 开的串串香店迎来开业 五位同学也感到店里忙碌了起来 雷鸣又跑去叮嘱五人 上大学后继的每年都来看望他 江青朗当即提议每年雷鸣生日 他们都要欢聚一堂 结束完聚餐后 李然在路边看到了沈耀 他走上前打招呼 原来沈耀母亲找了一个很厉害的离婚律师 彻底跟账组撇清了关系 还让他一半净身出谷 李然 清北见 我不去清北了 李然称他三天前 拒绝了天意计划的优待 他决定不去清北而是航大 那里有他真正喜欢的专业 那也恭喜了 北京见 李然 李然将他带到了小伙伴面前 雨扬在高二流级那年发过誓 以后要是考上不错的大学 一定要横渡新疆 几人决定陪他一起完成愿望 李然还叫上了沈耀一起 这不会有还是不敢的 我本是游泳冠军青少年族的 真的假的 那一会比你一样 四个男孩跳进江里比拼了起来 两个女孩则站在岸边为他们加油打气 这一幕或许就是青春最美好的样子 很快 雨山被清北大学的数学专业录取 李然进入了梦想的航天航空大学 编小小被清北播音主持录取 雨扬则进入了广北师范大学的历史专业 次年江青朗参加了高考 被梦想中的华南音乐学院录取 时间来到十二年后 十一班的众人也长大成人 他们按时前往了某个偏远的小村落里 雷鸣也已经步入老年 但他依然坚持着教育事业 教学方式还是那么的独特 他带领着几个小朋友在田间做游戏 顺便教他们一些英语知识 四人将车停在路边 兴奋地给雷鸣打招呼 雷鸣带几人参观了自己目前任职的小学 这里也是明龙共享教育的适用点 全国三百多所偏远中小学 都可以通过免费的线上共享计划 远程投影他们的线上网课 别想到了老呗 真让你给搞成了 同时曾经教过十一班的每个老师 目前也在从事着明龙中学的共享公益事业 他们又被你骗过来了 拦都拦不住 就说你们这个错的老师 八十多岁的人了 每天雷打不动地给人上网课 雷打不动地错 错 错 吃饭时雷鸣开始八卦起来 他得知边晓晓跟江青朗离了婚 宇阳忙着写书也没交女朋友 宇阳现在可历史雷保安大神 那板碎 都要赶着谈老去了 我们没钱 不借啊 最后李然姗姗来迟 羽山看到他眼神却有些闪躲 其他人则抱怨他总是单独行动 雷鸣解释李然提前一个礼拜就来了 还帮他搞定了几个技术方面的麻烦 雷鸣正得意时 桑夏的声音从身后传了过来 雷鸣感到不可置信 因为他现在应该在法国进修 突然桑夏高跟鞋没踩稳 雷鸣健壮立刻冲上前抱住了他 这让身后的五个学生红了脸 故事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 感谢各位粉丝的追更 我们下部剧再见